太子和太子妃十分恩爱 但我是太子的侧妃 他们俩成日腻在一起 他饮茶 他变真 他处理公务 他就磨磨是书 他娱乐消遣 他也陪着一同姐们 相传东宫里的世界 人人都羡慕太子妃勤运农 其实羡慕的人只有我在东宫里 唯一的好姐妹胡良弟而已 月影 我真羡慕啊 月影 我咋记不住 太子长什么样啊 月影 幸好东宫还有你陪我 不然这东宫里就我一个多余的了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 我都把白眼翻到了后脑勺 胡绵绵 做人不能太现眼包 我总是这么教育他 我从来都没羡慕过 因为太子不爱我 我一不钟情于他 更何况 东宫里算我在内一共三个女人 一个整日陪着他 一个整日黏着我 我也不亏 再说 女人这一辈子 一定要得到男人的爱才算值吗 这些感受 同步女人说 没人会理解 一个出身软世名门 宰相府的嫡出小姐 生来就是要为家族容光披红装的 是要被绑在高处受尽养的 我却在干什么呢 把自己关在院落里 除了请安从不出门 生怕遇见自己已求了一生的夫君 关于我不想见到他 是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 他虽然对太子妃用情之深 却依然看在我的宰相祖父的面子上 在我入府的那碗例行公事般的 给了我一个洞房花竹叶 可是我毕生的骄傲与尊严 在那天都耗尽了 到了夜里 是他赏给我的洞房花竹 这种事 是男女之间最含蓄隐秘的联系 天下所有的好女儿都不被允许 明知询问 可哪个女孩子没在月朗星星的夜里 蒙着被偷偷幻想 以至于给双甲招来两朵红云呢 那天我没等来自己的丈夫 只等来一个男人 一个浑身酒气 冰冷陌生又充满侵略性的男人 我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仿佛我只是一株被人随意采写又分尸的花 我为他穿着一层又一层最繁琐的宫装 他却只着了一件潜衣 披着披风就来到了我的房间 很明显 是有人大度的把他让给了我 我见过他的画像 是皇族里难得的标志郎君 如耀眼的黄金与语同声 可此刻的他 酒醉的红衣露爬到了他的脖子上 带着一轻蔑又冷漠的目光 仿佛是画中先被妖魔强行代替 你自己脱吧 本王累得很 他冷着脸说出这句话 那时我正跪在他面前 恭敬地行着礼 我是他的妾是不假 但我也不是用来取悦他的玩物 我为什么要像一个妓女一样 用最赤裸的方式换了他的垂脸 他看我一直愣着 语气逐渐不耐烦 本王的话你没听见吗 本王是太子 是储君 本王替自己拿个主意还不行吗 切去给殿下做一碗行酒汤吧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 能逃离此时尴尬境地的借口了 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 他突然从背后抓住我 而后的事 让我做了好几天的噩梦 他被我的磨蹭彻底激怒 用力的把我推在床铺上 而后他几乎是扑了上来 以一种主人的姿态 骑在我的身上 工装繁琐 无法被一下子扯下去 他就发着封闭声拉硬拽 红着眼撕扯 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挡住 被他拽到头顶 用一只手死死地按住 只记得最后我都失去了力气 这也是我第一次羞于看自己的身体 那天的花竹很实相地 燃了一半就默默熄灭 在黑暗里 一阵难以言说的疼痛 在我的心上撕了一个缺口 他的呼吸急促的像是 在我耳边刮了一阵风 最沾你的汗水都附到了我的身上 分不清到底是谁的 又有没有融合了我的泪水 古人说 百内生春魂自乱 三风前踩骨都融 可我的第一场春夜 乌山酣畅淋漓的云雨没来 天上的神仙闭了眼 随手拈起一阵狂风 不敢相信我这一辈子都困在他的身边了 我厌恶到连他的样子都不愿再细看 我也不敢相信 有人在醒来之后 有如重新投胎一样 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尽属粉饰 任何带着愧疚的话都没说 在早上尴尬的境地里 他小心的问了我的名字 回殿下 沉溜软世 名幻月影 我这样说的自己的家事 红颜勉常说自己惨 和我一天尽服 却连太子的面都只能在请安时见到 据他说 他一眼就爱上了英俊年轻的太子 他说他长得像他梦里的神仙公子 他还说我好歹还和太子做了一回陆世夫妻 可他连他的边都挨不到 红颜勉是贪性问过我 事情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似乎只能用沉默来回答他 他也识去 就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 说妆容 说高点 说我们那位极万般宠爱于一生的太子妃 他生的真美 怪不得太子喜欢他呢 不然他一个无品官的嫡女 凭什么凌驾于我这个宰相府千金之上 当上太子妃啊 他和太子相识于宫外的佛寺 我们这位年轻英俊的太子 看了他一眼就沦陷了 回到宫里就到皇帝皇后面前 演了一出才子佳人的戏 非他不娶 我们太子殿下是皇帝皇后唯一的儿子 皇帝身子孱弱 这是唯一的皇寺 自然百依百顺 所以本来要被立为太子妃的我 只能成为侧妃了 皇阿浩荡 荡的我从百尺处跌落 不过 我并不反感他 一个真正有自信的女人 从不会把另外一个女子 当成假想敌 他看起来柔柔弱弱 说话也温柔 再加上他的美 实在是让我觉得 对他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会成为一种妒忌 他笑起来真好看 像天上的云伴着朗朗的明月 他身量鲜鲜 仿佛是被风推着走的 最好看的是他的眉眼 我见过的 是天边隐隐发光的山迹 和湖中杭州推起的微波 不过他有一点不好 他那么好看的眉目总是皱着 寒情的目光中 总是多了一份闪躲 红颜颜说 太子妃这是身体不好吧 但是我明白是为什么 出身名门的皇后 一直介意她的家世 又有我这么个身份 高贵又品贸出众的侧妃在 她长势的压力 就会增加一倍 做好了除了太子 不会有人夸 会认为这是她家世不足 应该下的功夫 做得不好 便会有人说 出身小门小户就是南登大雅之堂 每每他犯错 都会有人吃饱了撑的拉我下水 说如果要是我是正妃 肯定不会出错 我谢谢他们看得起我 我必须要非常严肃的解释 那些人真的不是我顾的 我恨不得在东宫里藏起来 做一个这样的富贵贤人才是我最大的追求 太子妃却出乎意料的拥有容忍的度量 每次我去请安时 她都会在内务上征求我和胡绵绵的意见 甚至提出要与我协力之拳 我当然拒绝了 一是太子妃还没熟悉内务 我就要横插一杠子 那也太不懂事了 二是我真的懒得管 不过一来二去 每日研讨 我们三个竞成了朋友 原来太子妃和我一样喜欢吃甜食 和胡绵绵一样对女工头疼 和我一样喜欢小动物 和胡绵绵一样痴迷于太子的帅气 每次一谈到太子 我们的胡绵绵胡良帝 就精神焕发 而我马上闭嘴叩手 再把话题引到天边去 太子在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于我而言 也是一个不想静观的人 九品之差 变脸之快 这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 我有一个幼稚天真的想法 我希望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 就我们三个 他们给太子生儿育女 我就负责招猫斗狗 和损胡绵绵 顺便可以腾一下长得不太像太子的孩子 应该是我最近心情很好的缘故吧 我吃的香睡的好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可是很快我就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开始吃什么吐什么 胡绵绵换着法的给我做吃的 我还是吐 胡绵绵拉着太子妃前欲浓痛哭 说我要死了 平时吃的那么香 突然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到底还是我们太子妃比较稳重 问了问我的贴身 是女龙养我月姓的事 紧接着就为我请了太医 这两个月以来我每天吃喝玩乐 好不快活谁还能管月姓的事啊 我细细盘色 大呼完蛋 我可能要给混蛋太子生孩子了 后来太医的诊断 也确实证实了这一噩耗 我不明白太医和我的工人 为什么激动的犹如祖宗复活 也不明白为什么胡绵绵开心的满宫乱跑 我只明白一件事 我此生不得不和太子顾名纠葛了 我觉得巨石坠地 地崩山催 如泪坯树 洪水滔天 造孽啊 我要给我讨厌的男人生孩子 造孽啊 不过让我弄死这个孩子 我还是舍不得 毕竟这孩子身体里也流着我的血 而且我也知道 不出意外这将是我唯一的孩子了 可我一样既高兴又难过的还有太子妃 这下她压力更大了 她本就比我早半年嫁入东宫 夜夜成宠的太子妃尚未有喜 只有一次惊艳的侧妃一发就终 这个谁谁不焦虑啊 皇后本就喜欢我多过她 闲言碎语也更偏爱我一点 我知她难受神伤 知她忧郁落寞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 她或许难受她爱的人有了一生之子 又或许只是难受 她没有率先有孕 而我是在实打实的难受 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生孩子 真可悲啊 这人世 辗转了多久也都是事与愿违 更事与愿违的是出现了 太子过来看我了 她来了 她带着衬衫的补品走来了 她带着流水般的赏赐过来了 其实东西来了就行 人根本没有必要 更没有必要的是又出现了 恶心男人又握住我的手 我马上就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躲开了 她挣了一下 随即又马上恢复她高贵儿绿血的神色 与气里夹带着黄鼠狼给祭拜年的温柔 神情朗然 开口说你辛苦了 软侧飞 本王竟然要当爹爹了 这真的要多谢你 以后的常来看你才行 谢我作甚 谢你自己 我心里有几分苦涩的压抑 今日的她明朗帅气 仿佛携带日光而来 与我尽负那夜判若两人 看来就真的是害人惊 不过 我可不是个既吃不计打滴 几句粉饰太平的话 我才不会回心转意 所以 我只是微微浮身 得体回应多谢殿下 妾身有太子妃和胡良帝照看 又有工人太医照顾 殿下放心 不必记挂 我求求她忽略我 这样我才能快乐的抚养我的孩子 从来没有人像我会这样冷落她吧 一时间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尴尬持续了好一阵 正当我以为我要把她弃了走的时候 她却突然说本王有些饿了 今天就陪你用碗衫吧 这期间 她主动给我夹菜 都是一些清淡的菜 还算用心 可是我真的不想吃她给我夹的东西 这时候我的孕妇身份就有用了 我开始我的嗨戏表演 她健壮也不知怎么办了 一直举着筷子 姨父很关心我的样子 嘴里念叨着本王好心当坏事了 我很怕我眼过头 她以为我在留她 马上就恢复正常了 又是一阵无话 连咀嚼声都很小 直到我们都快忍不了这份尴尬 她突然开口说那天 是本王做错了 对不住 我差点是手摔了碗 我咬了咬牙 忍住我眼底的反感 但人开口殿下喝出此言 他就那么定定的注视着我 用她那双藏着光的眼睛 本王 不该那么对你 只是那天 早上与韵龙半了嘴 再加上在政务上被父皇献斥了 一时欲劫难解 酒喝酒排解 但是身旁的人还都说 我不能晾着你 所以我就去找你了 如今 我也觉得有些后悔 她的言语也算恳切 只是她急于等待我原谅的神情 我看着真是难受 我第一次与她的目光正面碰撞 连公顺都不想装 我开口问她 殿下期待窃身是什么反应 是告诉殿下 窃身一直在等殿下的解释 终于得偿所愿之后再痛哭流涕吗 还是指望我告诉殿下窃身从未放在心上 心甘情愿你来顺受呢 整间屋子里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如娘轻轻地揪着我的衣服 太子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屋里的人全部跪下 除了我 她尊贵了一生 没人敢和她这么说话 我看见她的脸换了好几个颜色 她许是看在我怀着孕的份上 此刻还是尽力压抑着怒火 说本王以后不提便是 本王还有公墓要处理 你们好好照顾阮侧妃 我缓缓起身 仍是恭敬行礼 她下意识地扶我 却在看到我冷漠神情的那一刻 还是收了动作 她叹了口气 转身出门 也就是那刻 我忍了两个月的泪水突然决堤 如果我没怀上这个孩子呢 我会不会一辈子都等不到她这句对不住 我们高高在上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 受了这般冷欲 仿佛是我不肯下台阶的罪过 也许谈不上是什么恨 但是想起那种疼痛 我只觉得屈辱与心冷 我正为我自己感到不值 那天过后我开始关起了阳台 连太子妃和胡绵绵都不怎么见了 我怕他们问起 我惧怕被可怜 太子也允准了我的想法 随着月份逐渐变大 我开始遭受更多折磨 也有了因为能感受到孩子存在而惊喜的心情 在我怀胎第七月的时候 东宫传来了太子妃游戏 以一月有余的消息 我用脚想都知道她的多开心 我的孩子一下子就不算什么了 也许这才是她心里的第一子吧 她大喜之下 少了东宫上下半年的奋力 她成为散财童子的那一天 恰巧是我祖母和母亲进东宫看我 他们眼力的心疼 我不敢直视 他们知晓我不在乎 只是单纯的站在希望我幸福的立场上替我流泪 真烦人啊 这混蛋太子 这下我的家人又该担心我了 于是我便给他们塞了一堆好东西走 向他们证明我过得很好 这下福利可热闹坏了 东宫两非有韵 敌后一开心 又塞进来一个温良帝 一个沈昭迅 都是官家小姐 我每天坐在凳子上 听着容娘和小凳子给我说八卦听 听容娘说 如今太子还是不大去别的机械那里 只去过胡绵绵那里两回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胡绵绵在成宠的第二天 一早就冲到我这里来了 犯件重举一般 我很怕他兴奋的晕过去 他说月影 太子好可爱呀 感觉像没长大的孩子 不像十八岁像八岁 我觉得我爱他 我俯着我的大肚子 笑着看他 告诉他我替他开心 实则心里非常不服 能把幼稚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果然爱让人失去理智 但是想想 太子没那样对我的绵绵 也算是我功德一见吧 他应该是不想东宫里 再多一个看不上他的女人吧 至于那个温良帝 性子软软的 看起来十分好相遇 但是小凳子说 那个沈昭迅 长得妖眼灵艳 整天就想着缠着太子 有几次都快成功了 被我们太子妃一个不是就截胡了 秦玉农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 越来越有太子妃该有的手段了 话说那沈昭迅被太子妃气的不行 竟然吵着要见我 想来应是来投靠我的 被我拒之门外之后 又被太子和太子妃训斥了一番 这对夫妻可不是什么好人了 我拒绝的那么客气 他俩倒是忙着给我树敌 就是在这种每天看戏和翻白眼的状态下 在胡绵绵整日的花痴里 我的孕期也算快乐 突然有一天损胡绵绵的花痴样子的时候 一兴奋一激动 笑到羊水突然破了 我在产房里撕心裂肺的叫 胡绵绵在房间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秦玉能肚子里怀一个 还要哄一个胡绵绵 而我们的太子殿下 事后据胡绵绵原话说 太子殿下急得多不得样子也好看 嘴里还念叨了好多种神仙 我看得痴迷 都忘了替你哭了 这什么姐妹 我疼到恨不得怒斩混蛋太子 恨不能倒把垂扬柳 砸像狗男人 我忘了我疼了多久 只知道后来我几乎都没力气了 明明呼呼之间 我听见了婴儿响亮的哭声 铲破高声暴行 母女平安 恭喜太子 恭喜阮侧妃 是个小郡主 我的女儿 我的心肝 我后半生的光 终于与你相见了 可是我太累了 还来不及看她一眼 就昏睡过去了 等我醒来只看见 太子和胡绵 面围着小床一直傻笑 我虚弱的开口叫容苗容苗 孩子呢 快给我抱一抱 太子满脸带着笑 连忙把孩子抱到我的床边 我迟疑了很久 还是从她怀里 接过了我们的女儿 却依然不敢抬头看她一眼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她的喜悦 仿佛我们有多恩爱一样 我的女儿 她小小软软的 真是我见过最漂亮可爱的孩子 我忍不住轻轻的亲吻她的小脸蛋 什么苦痛委屈 和我的女儿比起来都不重要了 我只顾着看我的女儿 忽略了太子一直站在床边 她突然开口还把我吓了一跳月影 父皇和母后的旨意下来了 我们的女儿被破格封为明珠公主 曲子掌上明珠之意 至于名字 父皇母后说让我们自己定 本王觉得 你生产辛苦 由你来娶也是公平的 我立刻回答说 我早就想好了 就叫缠儿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我的孩子一定要有幸福圆满的一生 我觉得我的孩子哪里都好 就有一点不好 长得太像太子了 这是被皇帝皇后亲口认证的 那天他们二位亲临东宫 尊贵而柔弱的皇帝陛下抱孙女的时候 甚至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不住的跟皇后娘娘说 皇后你看 咱们孙女和明儿生下来简直一模一样 果然女儿随便 这一下就想起了明儿刚出生的那天 然后皇后接过孩子 一边点头一边哭 我真的很想笑 全天下最尊贵的两个人泪洒东宫 但是细细想来 他们真是很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看来太子顾名还真是被宠大的呀 也和他的皇帝亲爹一样 是个专情的人 我生了女儿 大家都很高兴 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值得我开心的事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后 好多人都半戴讽刺的说 阮大小姐还真是个懂事的侧妃 不争宠就算了 还没抢在正式前面生儿子 是的 太子妃秦玉农生下了她与太子顾名的长子 太子亲自起名为顾之意 知晓父母二人的情意 我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有点想恭喜 倒是太子妃生产当天 胡缅缅抱着我的大闺女神伤了一会 不住地叹气 两久 她突然发问月影 你说太子妃真的把我们当成朋友了吗 我觉得疑惑 问她为什么这么问 她把茶儿递给如母 然后双手组着下巴 一脸委屈的样子 开口说她 她明知道我喜欢太子 但是每次我们一了解太子 她就岔开话题 不与我谈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安慰说你要知道 她与太子两情相略 怎么可能把心上人送给别的女人了 勉勉抬起头 非常认真的问就算是朋友 也不能吗 我反问她若是太子钟情的是你 你会让吗 她听了这话 言词激动 带着肯定的语气说 当然 太子殿下不就是大家的吗 不然她娶我们干嘛 再说了 我若是知道我的朋友天天被聋落 我也会替她难过的 我立刻安抚说道 这话你千万别与别人说 再说了 运农在其他地方 对我们也算够意思了 没白仆也不为难 至于 太子 情深至此 怎能相让啊 她又开始叹气 把撒娇半抱怨的说月影 你还有缠儿 太子也经常来看你 虽然你不怎么理太子 可她还是因为缠儿来看你 可是我呢 只能沾你们的光见到她 太子也一共就来过两次 我都禁服一年多了 我才是全东宫最惨 我虎勉勉是东宫第一惨人 我连忙安慰她说 你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温良帝和沈昭迅 他俩都没伺候过太子呢 虎勉勉听了这话 不知为何 变得更难过了 不一样的 他们没见过太子 与天背着运龙回房的样子 也没见过太子抱着 长儿笑着看向你的样子 但是我都见过 因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我在你们旁边 我听她此言 陷入了沉思 确实 自我生产之后 太子总是抽出时间来看长儿 虽然我不大理她 但是 当我坐在软榻上 给长儿做小衣服的时候 她也会抱着孩子笑着望向我 还会念到看娘亲给我们长儿做什么呢 这样温馨而又简单的话 我也产生过一种我们十一家人的错觉 只是为什么是错觉呢 因为她与我聊天找的话题 也都是在说秦运龙 月影 运龙最近月份大了 你帮着她管管家吧 月影 运龙刚生了孩子 你与她交好 你多去看看她 月影 运龙今天跟我生气了 你说她怎么当娘之后 怎么还变小心眼了呢 月影 你看今天这身衣服是运龙给我做的 果然还是她了解我 她喋喋不休的跟我谈论着她的心上人 而我只能附和 点头 或者礼貌微笑 她面对我的冷淡也知道我不是吃醋 不过有一天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愧疚的神情 还吃错药了一般握住了我的手 月影 你别多想 我就是找找话题 你总不大理我 本王一时心急 想着你与月龙关系好 经常在一起去给父皇母后请安 一起抱孩子聊天 我是想着能与你关系缓和些 是的 我还是不解风情的松开了她的手 告诉她殿下多虑了 妾身不会因为太子妃与殿下不开心 你二人间谍情深 妾身只会祝福 至于我们 殿下 我是你的侧妃 你女儿的生母 这便是我们的关系 有什么需要缓和的呢 她听了这话 神情复杂 我且不明 只觉得有一分莫名的失落 接着 她缓缓开口 我已经非常明确的同你讲过 关于那晚的事 我十分后悔 我数次放下储君的架子 来你这碰钉子 难道还不够真诚吗 她接着叹了一口气 说道 刚开始 我是有些生气的 我觉得你得礼不饶人 觉得你在小提大作 但是我也知理亏 不好发做什么 后来我与韵龙讲了 她说你从小便是天之交女 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 叫我给你道歉 可是你不理我 对我的疏远反而更深 在我听见的礼不饶人和小提大作 这两个词的时候 我就听不进去后面那些话了 满脑子想着一会 怎么捂迷她 她凭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她是高高在上的太子 就因为我是一个被塞给她的女人 而后 她又说到可是后来 茬儿出生了 我心里喜欢她还要比知义多一些 她像我 又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获得你的原谅 我不想让你一辈子都觉得 你是在一个错误的夜晚怀上她的 我们的孩子 不是偶然 是天意 孕农 茬儿 她说的话里 没有一个字是为我着想 我心凉 但是没有任何一丝与她发泄的意思 我回答她殿下 茬儿不是你一个人的孩子 我不会认为她是一个错 她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是我此生最爱的人 也是我度过余生的希望 殿下 妾身从未奢求过你的爱 而且永远也不会奢求 至于我的态度 我想这不是因为我出生如何 只是因为一点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会痛苦 会难过 她听了这话 一下就皱起了眉头 对于我的不肯低头 我以为她会发怒生气 或者冷笑着离开 可她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在我看来是莫名其妙的话 其实 我希望你奢求 我听了非常疑惑 但是似乎也懂了 她希望以我的释然来换她一个心安 希望以一个女人的任命 继续她受追捧的一生 真可惜啊 我偏不 说实话 她还真的不算坏 只是自私的可笑 那天的谈话又是不欢而散 我想到最后 连敷衍都不愿敷衍 她也一个月没再来看我 我也不去想是因为什么原因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秦韵龙非要烫这汤浑水 她其实这一胎怀想不好 孕期非常辛苦 生产又那天足足生了一天 她恢复的一直不太好 却还总是把我叫过去开解 告诉我太子其实很好 这话她与胡绵绵说多好啊 我听了只有不耐烦 这天是太孙顾之一的白天 因她身体一直恢复不太好 所以是我帮着操办的 看来我这餐饰做的还是很好的 皇后私底下把我叫去夸奖了好久 太子妃对我的感激 则是摆在了明面上 她拖着病区亲自来感谢我 我见她苍白的面庞 着实心疼 连忙把她送了回去 她也许是觉得还不安心 差人送来一轮又一轮的礼品 丰厚的程度不亚于除夕夜宫里来的赏赐 容娘指点着让我的工人们 把赏赐都塞进了库房了 她忙活了好一阵 晚上为我铺被入室后 一直皱着眉头 我见容娘此状 觉得可爱 不禁发笑 打去容娘说不是立志要当大管家吗 怎么 忙活了这一阵就累了 容娘听了 也没急着回应 掩了眼门窗 然后小声叨咕着送来这么多 显得我们娘娘是被雇来办事的一样 我听了直接愣住 笑问她哪来的这些心思 她停下为我整理床肉的手 语气突然急躁起来 娘娘是个好心肠的 可东宫里未必人人都是 容娘自小跟我一起长大 我们之间更像是知己姐妹 她说这些话 换做别人我早发了八十回 我柔声安慰她好了 别多心了 这些事难道我不小了吗 我是真的不在乎 我整那些虚名作甚 又不是不争不行的事 再说了 我要是她 我也惶恐 而且 这些事大多都是她母亲教的 我什么都清楚 我们就安心守着长儿 过咱们自己的日子 容娘的眼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这些事 我怎么不知晓 我祖母和母亲都出自民门 我自小受他们教导 这些人情世故 早听了透彻 只是我真的不在乎 我整了有什么用 整了就能给我一个美满的人生吗 太子宁愿守着生病不能失寝的秦韵农 都不愿去别的机械那里一步 东宫的地位早就按着太子的心意定下了 更何况 秦韵农的病愈发严重 我与他争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同 他想要正气的地位与太子的爱 我就想要安稳的过完这一生 要是能一直这么安稳就好了 时光荏苒 又过了一年 长儿已经到了牙牙血雨的年纪 我的日常生活仍旧是带而顺便带胡绵绵 太子妃的身体好转了一些 我也经常去走动 近日我找太子妃去的浅了一些 我怕绵绵吃醋 于是就经常找她聊天 这天的闲聊中 我发觉她的精气神已大不如前 我试探着换了很多话题 只有聊到太子的时候 她才会有兴趣 绵绵 你知道吗 茶儿第一次叫太子爹地那天 太子开心到把茶儿举起来 围着我这院子跑了好几圈 看得我心惊肉跳 很想把她赶出去 这不玩孩子吗 我说完就一直等着她的反应 胡绵绵低头笑了笑 用一种莫名的娇羞的语气 说她们妇女一样可爱 我见她开心了一些 就继续说绵绵 运农身子如今好些了 也算是熬过来了 太子就不用一直照顾她了 我相信太子一定会去看你的 她听了这话 苦笑着摇摇头 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 对我说她不会来的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胡绵绵 我又惊又怕 我很害怕她本来明媚的一生 被黑暗牢牢笼住 连一丝光亮都透不出了 我才看到胡绵绵的第一眼 就决定跟她做好朋友了 那是我们一同入东宫的第二天 太子妃带着我一起去给皇后请安 那天我的心情并不好 摆着一张生人物尽的臭臭脸 太子妃见我那样子 也没太敢跟我说多么亲近的话 只有傻乎乎的胡绵 免敢在回东宫的路上 跟我搭话阮姐姐 我觉得你好撒 说完就胡绵绵就笑着跑开了 那时候我就想啊 东宫里有个她 也不算太差 我的生活也不至于太无聊吧 不过短短两年的光景 她的眸光就暗淡了下来 我实在是担心 第二天我咬了咬牙 决定去找太子 太子正在书房读字看书 她对我的到来应该是十分惊讶 我没怎么等待 就见去见她了 我请安问理过后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于是局面突然陷入尴尬 她放下书本 用一只手拖着脸 一脸好奇的看着我 开口询问月影是希克 你借来了 定是有事要说吧 本王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事 我心里下了决心 为绵绵的幸福豁出去了 殿下 活良弟他近日身子不大舒服 活良弟对殿下是真情实义的 殿下要是能去看看他 他心情就会好些 心情好了身子就会好了 我说这些话时 都不敢抬头看太子 一个女人对着自己的夫君 来转述他另一个女人的相思苦 真的很羞耻 他倾笑一声 说到即使活良弟想本王了 怎么他不差人来请 是你来替他请呢 我真的快没有耐心了 但是为了绵绵 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了活良弟 怕打扰殿下您 只是妾身见他的状态 最近愈发不好了 妾身实在担心 只能斗胆来叨扰您 殿下 求您看在他嫁与您两年的份上 去看看他吧 我永远看不懂太子的表情 我不明白他此时此刻 为什么一直带着笑 我只觉得是欠揍 永远也长不大的 没有良心的幼稚鬼 太子点了点头 说本王知道了 今晚就去看他 还不等我谢恩 他随即又说本王就知道 你一定是为了别人的事前来 我一头雾水 一脸疑惑的看向他 但是我又没什么可辩驳的 就装乖跪地谢恩 他走到我身边扶起我 然后扬肠而去 本王现在就去 我怎么看都觉得有病 那晚他塑在了胡绵绵的房中 这一晚我睡得也很好 绵绵一定会好起来吧 第二天傍晚 太子来看禅儿 他与我闲聊 我才知道 绵绵确实是病了有一阵了 已经吃了一阵的汤药了 我听了这话 立刻冲出门去找胡绵绵 太子连忙拽住我 安抚着说你别着急 他已经见好了 也是本王不对 疏后了他 他不让我跟你说 你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 我半代抱怨的说瞒着我做什么 我难道还会责怪他不成 我心疼都来不及 我是个身强体壮的大闲人 有什么怕打扰我的 这个胡绵绵 总是懂不必要的事 太子事已如母 我下人把茬而抱下去 这房里突然就剩了我们两个 我突然紧张到连眼泪都憋回去了 我警觉的坐到一边 他笑着坐到我对面 打去着问好什么呀 本王吃人吗 我依旧记着愁呢 竟然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他也没生气 爽朗的笑了笑 说你以前见到本王 不是冷着就是端着 如今这番真性情的样子 可真少见 我十分恐惧 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小心翼翼发问殿下平退众人 是有什么事吗 他挑了挑眉 笑着对我说确实有啊 本王是想问 如果本王今晚决定在你这里睡下了 你怎么办 我强行把很多不恭敬的话咽下了 我得说一段让他立刻没兴致的话才行 殿下试君 自然是你说了算 切身又能怎么办呢 我没等到他的不悦 只等到他背着手凑到我面前 他离我那么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下意识别过头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他笑了笑直起身 用一种极其嵌奏的语气对我说 你想让本王留本王还不留呢 本王和运农商量了 最近都去看胡良帝 直到他病好 本王走了 去找胡良帝了 他依旧背着手 大不留心的出了门 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他嵌奏的神情 我小声缓缓吐出两个字有病 他也得确信守承诺 一连这五天都塑在胡绵绵那里 胡绵绵的病一下就好了 又能像以前陪我和嵌儿一起玩了 胡绵绵的病一好 太子就立刻回去陪太子妃了 虽然这是我们都能预见的结果 但是我还是担心胡绵绵伤心 于是偷偷问他绵绵 你以后还会难过成那样吗 这天他陪我在我的院子里当鞦韆 他扶住我的鞦韆 然后把我推得更高 我被他这突然一招吓了一跳 连忙将鞦韆抓得更紧 胡绵绵发觉了我的慌张 推我的动作也温柔了下来 我回头看他 发现他注视着天边的行云 嘴角挂着一种极为满足的笑 回答我不会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通如其来的恐惧 从背后包围了我 我想停下来去安慰他 却再一次被他推得更高 他倒是反过来安慰我月影 你别怕 我不会做傻事的 我只是想开了 以前我以为 我不快乐是因为他不来看我 后来他来了 我才发现我真正的不快乐 是因为他不爱我 你能替我求过来他的人 却求不来他的心 我强行把鞦韆停住 起身回头望着他 他真的放下了吗 还是又一个心如死灰的人出现了 我该替他开心还是悲哀呢 他握住我的手 示意我别担心 随即又开口说 但是就那么几天 却仿佛已经过了半生了 平日里我总在他对太子发表痴迷言论的时候 说他是花痴 如今细细思索 哪怕是朋友之间的打趣 也是亵渎了他的真心 他对太子的爱一直在被我小看 他所求所盼 日日失落 并非是因为被藏在深宫的寂寞 而是因为他有血有弱的真正深爱着一个人 这样的感受我目前没有办法理解 可能也一辈子都无法理解 大概是因为我如果爱上了太子 就会撕碎我的尊严 也大概是因为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爱的机会了 那天夜里我让绵绵留下来跟我一起睡 原来绵绵睡觉这么不老实 我给他盖了好几次的被 茶儿半夜吵着见我 如我哄不好了 就抱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我本来害怕茶儿吵到绵绵 想把他抱到别的地方哄 没想到绵绵已经醒了 说要搂着茶儿睡 茶儿倒是很识笑 抱着胡绵绵又搂又亲 还奶生奶气的喊他绵绵娘亲 两个人晚了一会就睡着了 我坐在软榻上笑着看 而后我不放心 两个孩子睡在一起 想偷偷把茶儿抱回他自己的房间 黑暗中我摸到了胡绵绵的枕头 发觉已经湿了一片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种感受 仿佛在心里替别人下了一万年的血 我满心期待着 绵绵因那几天也能得一个孩子 却在二个月后 等来了胡绵绵病倒的消息 我到胡绵棉房里询问他的侍女莹莹定音 莹莹跪下哭着说 苗弟昨天听说太子喝了酒 他之前听太子妃说 太子酒量不好 而且一喝酒就会乱发脾气 他担心太子 就亲自去送喜酒汤 去的时候天气好好的 到太子那里发现太子妃在贴身照顾 就决定回房 回去的路上突然就下雨了 奴婢们让梁弟去躲躲雨 好回去拿伞接梁弟 梁弟执意不肯 临着雨回了房 奴婢们已经服侍梁帝洗过热水澡 可是今早梁帝就起不来床了 都是奴婢们不尽心 没服侍好梁帝 请侧妃娘娘责罚 我让盈盈起身 好了 你起来吧 我了解你们梁帝的性子 真上来纳记 连我都拦不住 你们既然知道了自己的失责 就好好将功折罪照顾胡梁帝 有什么需求需要 及时去禀明太子妃和我 切记 无论病情如何 务必不能瞒着我 我知道 我接下来的就是尽心照顾胡绵绵了 胡绵绵发着高烧 迟迟没有清醒 太子和太子妃都来看过了 也都十分着急 我心里其实非常不想看见这对夫妻 若不是他们俩 绵绵也不会落到如今这地步 太子看出来我的不悦 对我说胡梁第一次禀因本王而起 本王会常来看他 月影放心 绵绵一定会好起来的 太子妃也连忙自责说 怎么能怪殿下 明明就是怪我 我粗心大意 没在乎绵绵的感受 亏得绵绵还叫我姐姐 还对知义那么好 是我的错才对 我起身恭敬行礼 回复殿下娘娘不必自责 切身不会责怪也不敢责怪 太子又于说什么的时候 正巧赶上太医诊治结束 前来赴命 启禀太子殿下 活良帝之前 心情欲解导致的弱症 并未完全康复 如今淋雨受凉 如若高烧意志不退 很有可能 可能什么 我立刻追问 太医继续说 很有可能 游禁灯哭 回天乏术啊 我只觉得浑身无力 眼前一黑 贪坐在地上 太子妃和容娘连忙把我扶起来 太子严肃的说 本王不想听这些 本王只想听到 胡良帝康复的消息 我是真的害怕 我不能失去胡绵绵 我甚至不敢去想象 我不能让我的绵绵担心 所以我捏着衣裙 无声地哭 真讽刺 也真可怜 胡绵绵的心上人就在身边 却害了相思病 她性格活泼开朗 身体一向很好 都没生过什么大病 只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人 却几乎要了她的命 过了一会 内室里传出了胡绵绵醒来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太子和太子妃也跟了进来 胡绵绵的脸烧得通红 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我握住她的手 忍着泪水 挤出笑对她说绵绵 你好些了吧 我这就把太医叫过来 她声音颤抖 声音虚弱 制止了我不必了 月影 不必了 什么不必了 这个时候还耍什么找小孩子脾气 你必须好起来 不然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的语气已经开始胶着 内心更是如此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几乎是拼尽全身力气 说我的身体 我了解 你让他们都出去 都出去 就留我们两个 太子健壮 连连叹气 带着旁人出去了 只有我跪在绵绵的窗前 哭着把太医就滚烫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 我哭着问她太子了 太子也不见了吗 她笑了笑 仍旧虚弱的说不见了 我怕我舍不得走 我是你姐姐 你听我的 让太医来跟你诊治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活下来 别留我一个人 嫦儿喜欢你 她还叫你绵绵娘亲 你活着好不好 我哭着恳求 她依旧不肯诊治 也流着泪 可惜啊 太匆忙了 我应该渐渐爹娘的 她带着最遗憾的神情轻声诉说 月影 我去天上了 去当月亮旁边的云 我要看着你幸福过一辈子 一辈子 我能感觉到她的手一下子就失去了力气 仿佛她的魂灵从我手中溜走 她已经紧紧闭上了双眼 神情却十分安详 她平日里是个小哭包 如今也是流着泪走的 我发了疯的呼喊她的名字 发了疯一样的叫太医 我期待奇迹的出现 却只看到了太医惶恐遗憾的跪下 我的天地 从此缺了一脚 胡绵绵和我一样 16岁嫁进东宫 下个月是她18岁的诞辰 她前几个月还在陪我过生日 她送了我一柄玉如意 是很大的礼 我一直没总我明白该还什么礼给她的18岁诞辰 如今终究是没机会了 胡绵绵的丧意很是体面 她出身并不低于我 她的曾祖母还出身宗室 皇阿浩荡 胡绵绵以皇妃的规格下葬 绵绵走后 秦玉农的身体也开始变得不好 许是伤心所致 她在绵绵的葬意上甚至伤心到晕倒 而我已经没有眼泪了 我的眼睛肿了又消 消了又肿 白日里我觉得太阳是她 夜色里我觉得月亮是她 其实无数次我都觉得撑不住了 直到我看见我年幼去懂事的孩子 我才觉得还是要咬咬牙继续度过这一生 那绵绵的夫君 我们尊贵的太子殿下也在伤心吗 据宫人说是的 她在胡绵绵的葬礼上 亲自搀扶着胡绵绵几近哭死的母亲 她还毒素了一阵 每每经过胡绵绵的院落 就会神伤一阵 可她真的感到愧疚了吗 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责怪她 她有她的爱情和坚持 所以胡绵绵一开始就注定要凄惨 胡绵绵的悲惨结局 却为其他女人还了曙光 皇后本就不喜欢太子妃 见胡绵绵的死将太子妃骂了好一阵 还给太子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与陆君瞻 温良帝和沈昭迅先后试了请 沈昭迅是个有福气的 一月之后就被诊断出了身孕 太子妃被罚了半年的奋力 东宫内务大权也暂时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实在没有心情替他们看家 我不在乎 更不想要 这背后的代价 是我最好姐妹的早逝 于是我以谨慎为名 让温良帝来协助我 如今绵绵的丧妻已过 她的嫁妆和陪嫁的仆人 要被遣回胡家了 她的贴身侍女 盈盈特来向我辞行 我赠了很多东西给她 她谢恩之后却迟迟没有告退 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你们几个去把胡良帝的嫁妆再清点一遍 务必做到完毕归照 我们堂堂东宫别落个贪财的小气铃声 盈盈再把胡良帝陪嫁的农仆名单和我身边的容娘核对一边吧 我找了个理由把其他人都知了出去 只留容娘和盈盈在屋里 有什么事就说吧 容娘是我的心腹 我对盈盈说 盈盈突然下跪 重重磕头 却压低了声音说侧妃娘娘 奴婢觉得 我们良帝的死 太子妃脱不了干系 请娘娘为良帝主持公道 我和容娘惊讶对望 容娘连忙低声说 你说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别无凭无据就找我们娘娘来主持公道 盈盈已是泪流满面 继续说道回娘娘 平日里 与三位主子交好 经常走动交谈 自你有怨之后 就不太外出走动了 我们良帝还是时常去太子妃那里说话 太子妃喜欢和良帝讲太子的事 我们良帝回去就会更羡慕一分 长此以往 还会害了相思 我捏紧袖子 内心拢了一层疑惑 开口说太子妃平日里 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太子 这算什么害人的证据 盈盈继续说娘娘 您应该知道 太子与太子妃是在宫外的佛丝病情 可您不知道 那天我们良帝也去了 也是一眼就对殿下钟情 您在时 太子妃讲的大多都是些面上的话 或者是去世 可您不在的时候 他与良帝说的大多都是那天佛寺里的事 我们良帝本就觉得可惜 听了他二人的定情细节后 更是生出执念 经常念叨 为什么永远都是差一步呢 一阵寒意从在我的后背上仔细摸索 的确 我知道绵绵的病根从何而来 所以我总是劝他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心里也是责怪他们夫妻 可是这是我们都没办法控制的事 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情意 我保持了一丝谨慎 我怎么会不怪他们夫妻 我已经有一阵子不与他们俩往来了 太子甚至与我动了怒 说我不讲道理 忽略他和太子妃的感受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那天他说月影 本王理解你 也明白绵绵对你有多重要 可本王与运龙就不伤心吗 运龙被母后责骂 甚至晕倒了 他也是绵绵的朋友 而我更是绵绵的夫君啊 你到底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不能从你的世界里跳出来看看别人 你永远高高赛赏 披你众生 此时盈盈的回答 把我从那阵回响里拉回现实 娘娘 奴婢明白您的意思 也明白您的谨慎 若是仅仅如此 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可您知道吗 我们梁帝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胡佳担忧 在太医院找了交好的太医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得知 太子妃一直偷偷派人了解我们梁帝的脉案 对梁帝的病情了如指掌 每次梁帝快好时 他就带着太子一起来探望 而后我们梁帝的病又会加重一分 我们梁帝天真 还以为太子妃是好心 实则自己忧虑而不自知啊 我听到这里 心突然慌了起来 很多曾被我遗忘的细节 都悄然爬进脑海 他继续说 梁帝去世的前一天 我们到了太子的门口 就听见了他夫妇二人的闺房调笑 太子妃在照顾酒醒的太子 却莫名其妙说起来他们的结缘殿下 妾身最近又去拜佛了 我们是佛前结缘的夫妻 实在难得 佛说又转世轮回 是叫我们好好珍惜自己的这一生 而有些是 正如你我二人 是上天安排好的 差一步或者差一点就都不算圆满了 大声道让人很难不觉得是故意的 这些话奴婢于牢牢记着 死都不敢忘 因为奴婢看到了我们梁帝 听了这些话后难过的样子 甚至仿佛听到了梁帝心碎的声音 娘娘 奴婢是个无用的 求您主持公道 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 捏紧了拳头 我忍住细心的怒火 压着声音带着哭腔 为什么 这些是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盈盈再次重重的磕了几个响头 娘娘 奴婢是个只会照顾人的丫鬟 哪会懂得这样的事 而我们梁帝的脾性您是最了解的 家中幼女 金尊玉贵长大的 这一辈子除了太子的心什么都有 又怎么会懂得这样厉害的软刀子 还是我们夫人发现了不对 让我有所防范 可是梁帝早已病入膏肓了 甚至来不及解开心结 梁帝也是临死才想明白的 之前一直固执着不肯相信 惦念着太子妃对她的好 生怕跟你说了 你们二人以后就无法相处了 奴婢本没想到要说这些话 是我讲给夫人之后 夫人痛彻心扉 告诉奴婢 一定要跟你说 一是为了给您提个醒 也为了我们梁帝的公道 还特地交代奴婢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一定要在离开东宫回胡府之前才跟你说 也幸好如今市民掌权 不然这番话奴婢可能都没有机会说我听了这番话 只觉得脸颊刺套 我不争不巧 故作清高 把自己从麻烦室里摘得一干二净 也许太子说得对 我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 仔细摸索着自己的尊严 一直望着天的人 又怎么能看到身旁的人 又是怎样的水深火热 我咬着牙痛哭 我后悔的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盈盈和容娘吓得连忙制止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由于世外的隐士 实际上我是在俗世里 被人玩得团团转的傻瓜 我但凡能多细心一点 骄傲能少一分 我的绵绵都不至于心伤至死 盈盈走之前特地转述了绵绵昏倒之前的话 她说别告诉月影 她其实心思很重 我不想让她一辈子活在恨意里 她和茶儿平安过完这一生就好了 我懂了毁了 也想清楚了 太子妃一进府 其实就惶恐不已 皇后不喜 人心不服 光靠着我们的甩手掌柜太子 是没有办法服众的 所以她不打压我 反而还与我交好 这是为了给自己铺路 也是为了有一个好名声 她比我早进东宫半年 又是太子最亲近的人 不会不知道太子沾酒就会变张脸的事 而且太子以前与我说过 她平日里从不污蔑她 对太子实事顺从 我看了都觉得憋屈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天是她第一次武艺太子 也是唯一一次吧 她故意激怒太子 致使太子借酒交仇 而后又极力劝太子来看我 毁了我的新婚业 也把我的尊严撕了个粉碎 让我这个出身高贵的侧妃足够伤心 就是她故为最好的办法啊 后来她装作大度 与我们交好 聊起太子虽说算不得什么炫耀 甚至在表面上还有劝我和太子和好的意思 可是我生性高傲啊 越劝我就越烦太子 看她在绵绵去世前一天的故意直言 她早就知道了绵绵也在那天爱上了太子 所以她和绵绵替太子的好 绵绵就会越来越爱太子 而一不自由却得不到偏偏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绝望的事 好狠毒的心思 一箭双雕 用一个手段得到了两个她想要的结果 看来我真是小瞧她了 这天晚上我一夜未曾安眠 这日子总算是有盼头了 我也是时候站出来了 我的尊严被运用了 才是真正的颜面扫地 她怎么让我的绵绵一步步绝望致死 我就要让她怎么还回来 我一夜未睡 仿佛从前世一直想到来生 我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我的复仇之旅 谢谢她 我觉得这人生越来越有趣了 只不过代价太大了 第一步 就是牢牢掌握东宫的内务大权 她的心腹其实不多 她不敢轻信于人 但是府中要只大半都是她的人 这一关不太好过 所以我就只能从源头上压制了 用一扇去压一扇 我白天带着嫦儿替太子妃给皇后请安 皇后只夸我懂事 下午回来就急忙去太子妃并床前进心 太子见了又惊又喜 皇后是慈母不假 太子是唯一的皇嗣 得到的宠爱不少 可承载的期望也并不小 对太子本就是各种管束 这个太子妃是太子用绝食的方法才求回来的 秦玉能事事迁就太子 只敢小闹 不敢大吵 所以就根本别提规劝太子进去这种事了 这也是为什么皇后一直不喜欢太子妃 这些天灵 我总是替太子妃去皇后面前尽孝心 大多数我都会带上缠儿 直到有一天皇后说想看看孙子 我才有单独带太孙出去的机会 我与太子妃说的时候 她眼里的不信任一闪而过 却还是被我看到了 真可笑啊 脚好两在有余 却依然防着我 那我也没什么好愧疚的呢 太孙也一岁了 我以前没关注过这个孩子 因为秦韵能保护得很好 不太带她见人 这次曝出来我才发现 太孙总是安安静静的 不太哭闹 会说了几句话 但是也并不愿意讲 甚至 有一些病奄奄的 那天皇后抱着两个孙辈 看到活泼可爱的娜儿 再看自己的嫡长孙 王朝的下一任储君 是这般病泱泱的样子 不住地叹气 感叹的说本宫严厉约束太子十几年 只这一件事本宫松了口 也足以让本宫后悔一辈子了 我立马出言安慰娘娘宽心 太子与太子妃感情甚度 东宫上下也是十分和睦 皇后忍不住冷笑一声 吩咐戎母把孩子们都抱到偏便去玩 只留了少数人在屋里 随即说她一家独大 连别的声音都听不到 可不就是和睦吗 月影 你不争不强 恪守却是值得 本宫知道 可是太子身边若无枕边人时刻归劝 便就少了一分做明君的希望啊 如今陛下的身体越来越差 太子不日就要监国了 那个时候 盯着他的眼睛就更多了 他是唯一的黄色不假 可却不是本朝唯一一个信雇的啊 总是大有人在 谁敢保证他们就是百分百忠心的呢 月影 你可懂本宫的忧虑 我起身行礼 恭敬回答娘娘 切身知晓 不曾为娘娘分忧 月影十分惭愧 太子做的已经很好了 不曾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政务上也是十分勤劳的 更何况 娘娘 不是切身不愿尽规劝之责 实在是身份受限 正是尚在 哪轮到切身这个侧妃说话啊 若我说了 只怕要被弹劾甘正月权之师 娘娘 切身就缠儿这一个孩子 母子一体 切身也是在为女儿的将来考虑啊 皇后叫人把我扶到座位上 语重心长的说 本宫当然理解你 不然为什么还一直这么喜欢你呢 太子是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可是他真是一个出色的储君吗 政务开始看了 有几个进了他的脑子 不耗色贪玩时针 但是整日里陪着他那一个女人 偏偏那女人还是个病央子不争气的 照顾他又花费了多少精力 以前你碍于身份也就罢了 你现在执掌东宫内务 是当家的人 也是时候劝着他把心思收回来了 我心中暗喜 终于把话题引到这里了 我装作一脸羞愧的开口娘娘 其实妾身也没管什么 太子妃她一直以来管得很好 如今妾身是踩着太子妃的脚印管东宫 没什么底气说话 只是刻尽职责 没让东宫出乱子 皇后又忍不住冷哼一声 开口说本宫知道 这位太子妃十分精通用人知道 东宫事务也算后宫事务 本宫应该派孙上公去帮帮太子妃 检查府中事务 看看有没有人借机懈怠也是帮帮你 让你管家更安心一些 我装了一封惶恐来谢恩 回到东宫之后 太子妃立刻差人把我叫过去了 我到了之后发现 她的脸色已经差得不能再差 屋子里药味呛鼻 明显是一直靠汤药在续命 她仍是很友好的叫我坐下 牺牲询问母后最近身体可还好 我点了点头 皇后娘娘身体很好 只是听说陛下最近身子不大好了 前些天还晕倒一会 我故意与她提及陛下的身体情况 让她忍不住去想 自己即将到手的中宫之位 她轻嗨几声 本非听太子说了 太子殿下前几日也去试集了 只是放不下我 一直两头跑 辛苦得很 你呢 你最近管家怎么样 有什么困难吗 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我虽然受母后责罚不能管家 但是也能让人帮帮你 我笑着去握她的手 眼力强行运出几分关心的神色 你就安心养病 别管别的了 太子年幼 还等着你照顾呢 我如今也不算什么管家 也就是帮你照看着 你管得很好 我和温良帝都挺省心的 我应该留出时间 多来照顾照顾你 我柔声说 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假如我要是对绵绵再进心一些 她也不会心伤而亡了 运农 身体病了 尚能以钥匙救治 心伤了 只能无力回天 想必你也正是伤心 缅缅离世 身体才会变成这样的 不过你放心 缅缅走了 你还有我 运农 你知道我的 我并不贪恋恩宠 我只想要身边人的安好 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 我柔声劝慰 所以我一定会让你好好的 这句我稍稍加重了语气 她立刻嗨个不停 不是心虚还能是什么呢 我装作心疼不疑 然后又开口告诉她一件 足以让她嗨晕的是运农 你小心些 别太激动了 我们是好姐妹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运农 皇后娘娘心疼你 让孙上公来东宫帮你的忙了 你知道的 孙上公当了十年的上公 处理公务必定留任有余 这下我放心多了 也终于不再担心管不好 而溃于你了 果然她眼力不甘的神色瑜伽浓力 却没像我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 越来越有趣了 她喝了一口水 极力平静说道还是母后细心 你要帮我谢恩 如今我身子越来越不行了 殿下与你也都有要是要忙 不能时常来看我 所以我就求了太子 让我母亲来照顾我了 你大可放心 来吧 来一个我一个 来两个我灭一双 她母亲经常来东宫 想必也是没少给她出馊主意 那正好 就一次性侵算了吧 第二天 孙上公就来到了东宫 简单拜见过太子妃之后 一刻都没停 立刻磨刀霍霍向东宫的内政走去 果然啊 厉害的人 无国走无赖的路 小人根本就无路可走了 我以前从没觉得 东宫有这么多错处 光是有品级的内侍 她就责罚了五个 官大一级压死人 内庭最高女官兼皇后特使 谁敢不服 接下来的几天里 她把东宫翻了个底朝天 从陈年旧账 到明年的支出戏物 连厨房烧火的 她都查了一遍 太子妃看出不对 半制止半质疑她 不像是来帮忙的 倒像是来查案的 这位上公只是微微浮身说 这都是皇后娘娘的旨意 况且 自微臣上任以来 后宫事务为保清明 微臣每隔几年就会彻底清查一次 这是惯例 好在太子妃没犯错误 但是她也清楚 这番清查过后 她的人就算不被清除东宫 也有不少把柄抓在别人手里 孙上公处理好太子妃留给我的麻烦之后 我就稳稳的大权在握了 这段时间皇上的病有了好转的倾向 太子就不用两头跑得太前了 在东宫里又有存在了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第二步计划 秦贼秦王 我直接把魔爪伸向秦玉农最心爱的太子 我现在犯不着牺牲自己 县城的两个人等着我用呢 闲置非平温良帝和沈昭迅 我最开始想培养沈昭迅 因为她看起来更有斗志一些 奈何人家寄我不理她的仇 拿肚子的孩子做掩护 毁绝了我的谈话请求 还是我们温良帝啊 性子软是不假 但是明显更聪明一些 这天我借着看账的由头 把她叫到了我的院子里 其实我们本不熟 她性格软 胆子小 也不太爱交朋友 但是自我管事以来 我发现她也并不是无欲无求 因为处理事物的时候 她也是很上心的 她看账的时候十分认真 发表自己见解时 虽然怯懦了点 但是都说在了点子上 我微笑着对她说中温且会 殊胜其身 温舒尔 果然是人如其名 她腼腆一笑 轻声细语 侧妃娘娘谬赞了 是娘娘带得好 好了 别再谦虚了 我打小就不喜欢看账 一看就头疼 如果没有你在 恐怕这些账我是看不明白的 你真的是个聪慧人 胆子在大点也无妨的 我们是替太子妃掌势 拼尽全力才行啊 我对她说 她似乎有一丝小小的吃惊 论了一下之后又说 娘娘说的是 切身之后会改的 我笑着递给她一块糕点 她小心接过去 笑着道谢 她的笑是那种浅浅的笑 暖春暮光里 桃花悄悄绽放 道德感突然谴责了我 这样一个善良温柔 小心生活的人 我却要利用她 娘娘我以后能叫你姐姐吗 她娇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自责 对于我的一丝吃惊 她以为是一种失礼 急忙赔罪 我拉住她的手 突然想起了我的绵绵 当然可以 我们本就该姐妹相称 我勉强克制我声音里的一丝颤抖 她似乎是鼓足了勇气 回握我的手 她眨着眼睛 然后眼睛又成了一弯月牙 谢谢你 月姐姐 姝儿的树长姐和姐姐你差不多大 只是她远嫁到静州去了 我又进了东宫 我们俩可能永远不会相见了 我们俩虽不是一母同胞 却感情深厚 她说着说着 语气突然萎曲起来 我对她笑了笑 把语气变得更温柔 她一定把你保护得很好吧 文淑尔用力地点着头 带着哭腔说 我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我真的很想她 有一次 我经过你的院落 看到了你和胡良弟在荡秋千 听到了你们的笑声 我一下就想起了我的姐姐 我们以前也经常荡秋千的 那个时候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玩 但是我怕你 姐姐平时都不大理人 连殿下都不太理 我笑着望向她 踢她捋了捋碎发 说以后你就不会被我吓到了 你以后的多恋恋胆子 为了你姐姐 也为了你自己 她非常用力地点点头 语气逐渐欢 真好 我能叫你姐姐了 我刚见东宫的时候 太子妃娘娘叫我们不要去打扰你 她无力的人告诉我 姐姐是个不好相遇的 还是我娘说的对 有些是不能只听旁人说 要自己亲自去看了才知道 说着 她咬了一口手里的糕点 我与姐姐接触了才知道 姐姐待人接物都极有理 也能体谅别人的难处 分明是个大好人吗 这样好的才值得 为全天下的人喜欢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觉得夏日的暖阳 照到了我心里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真的很久了 久到听到这种话时 竟恍若隔世 我哪有你夸得那么好 我就是想管好事而已 一时间我被夸到不好意思 她笑着 暖春目光里桃花开得更盛 姐姐 你就是很好 在你身边 我有一种莫名的踏实 我已经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 姐姐 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很能说的 只是到了东宫这种地方 我不敢了 感觉说什么都是错 我真想像姐姐一样无畏 敢说敢做 温舒尔笑着说 若是我告诉她 这些坚强与勇敢 都是用医生的心碎换来的 她还会羡慕吗 姐姐 我偷偷告诉你 温舒尔压低了声音说 姐姐 他们都说 太子妃长得最好看 可是舒尔觉得 姐姐才是最好看的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呀 太子妃是话里的美人 可姐姐却像是云端的仙女 原来温舒尔竟是这样健谈的人 平日里看着慢吞吞的 今天才发现 她真像个活泼的孩子 这也提醒了我 我自出嫁之后 日日不愿面对悲伤 逃避了我并不美满的一切 也失去了证实自己的信心 我合上了账本 对她说舒尔是贴心之人 姐姐感谢你 对了 你不是喜欢玩秋千吗 姐姐还有些事要处理 姐姐让查尔陪你玩吧 再多找一些人照看你们 温舒尔魔光发亮 激动的说真的吗 姐姐 可是我们还没看完账本了呀 去吧 剩的不多了 我自己能应付过来 你是大孩子 可要好好照顾查尔 说着 我便吩咐人把查尔抱出来 并派了几个人去院子里照看 这个院子里已经很久没传出笑声了 温舒尔和绵绵一样 都是极其明媚的女孩 但温舒尔比红绵绵多了几分天真 红绵绵是独一无二的红绵绵 温舒尔也是与众不同的温舒尔 我真是幸运 总能遇上这样至真至诚的人 绵绵的仇 我要抱 舒尔的人生 我也要好好的守护 我透过窗子 看着小心翼翼呵护着长儿的温舒尔 心中起了一丝波澜 我问着身旁的容娘你说 如果我真的利用这样善良的温舒尔 那我是不是和其运农就没区别了 容娘用一种早就知晓一切的笑容 回答了我我们家小姐 爱恨分明 光明磊落 我们主仆默契相识一笑 我终究是要自己闯着关了 太子最近很是疲惫 陛下已经彻底卧床不起了 太子已经开始正式坚果 独面群臣了 他白天要上朝 要批奏折 还要照顾皇帝 晚上回到东宫 还要去陪其运农说话 亲自给他喂药 半夜更是要继续批折子 第二天一早 我吩咐容娘 如果太子今晚仍是批奏者到深夜 就叫他亲自送一碗补品过去 今天我要是什么坏呢 当然是去和我的好姐妹 秦韵农共许姐妹情啦 今天一大早我就过去了 正巧赶上秦韵农吃药 我殷勤的接过药碗 打算亲自为我的姐妹喝药 还没等秦韵农拒绝 他母亲秦夫人倒是第一时间跳了出来哦 侧妃娘娘 年金贵之身 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我装作对她的行为不可置信 但这委屈说太子都能做的 我有什么做不得的呢 难道我还会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害人不成吗 秦韵农听着不对 紧忙出来打人场运营 你别多心 我母亲的意思是不能委屈你伺候我 她倒是个周全的 只可惜秦夫人并不能领会起义 秦夫人非但不加收敛 反而还把我挤到一旁 一把夺过药碗 说太子与太子妃夫妻恩爱 自是无人可比 我点了点头 装作无事的说 夫人说的对 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太子妃吧 说着 我静止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面对秦夫人不悦的神色 我却装作无辜的说 怎么了 夫人 我们姐妹在东宫一向如此 有什么问题吗 秦夫人冷哼一声 秦韵农连忙制止 谁知那秦夫人竟不知收敛 太子妃娘娘似的好脾气的 旁人应该知道感激才是 秦韵农挤的脸要都呛了 害得十分厉害 我急忙上前安抚 故意吩咐着她房里的人 乔儿 楚儿 你们快去请太医 还有你们几个 大清早的也不把窗户打开 让太子妃晒晒太阳啊 她屋子里的人 论了一下 又见太子妃是在嗨得厉害 只能按照我说的办法去做了 秦夫人一边照看自己的女儿 另一边还不忘与我对阵侧妃娘娘如今管家就算了 如今竟能管得动太子妃身边的人了 真是好手段 我压根不去理会她 装作没听见 眼光都在嗨得要命的秦韵农身上 只见她拼尽全身力气的说母亲 你先出去 快出去 秦夫人虽然多有担忧 但只能气呼呼的走 过了一会秦韵农终于不太嗨了 对我抱歉的说月影 对不起 我母亲实在是太担忧我了 担忧我生病地位不保 你多担待着 会的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一定会的 你了解我的性子 我若不是顾着你 我早发火了 韵农 只是 这样我实在寒心 我不曾有任何微举剑月 你母亲那样想我 我实在不理解 韵农 难道你也是这么想我的吗 我办了十二分的委屈 秦韵农握住我的手 当然不是 我母亲她不懂这些 竟与我拼起演技来了 我怎么能让她压一头 故作大度地说我逗你呢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 我能理解的 不过这几日 我就不来了 我怕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吵起来的 如今陛下卧床不起 我们东宫可千万不能生事 秦韵农虚弱地点了点头 而后太医来了 我便退出了秦韵农的卧房 来到那时 看到了他那满脸阴云的母亲 秦夫人 本非告辞了 我笑着与他辞行 他那声小家子气得冷哼 我根本不在乎 用过午膳之后 就听说太子今日是陪着太子飞一同弄的午膳 想必那秦夫人也少不了要和太子告状吧 我还怕他不跟太子说呢 到了夜里 我的补品刚送过去你多久 太子就拖着疲惫的身躯来了 他当真是疲惫极了 不负往日的跋扈神采 你还没睡啊 他一边说话 一边疲惫的躺在软榻上 我急忙吩咐人蹲上夜宵 没睡呢 有些饿了 等着吃宵夜呢 地下是来与我抢宵夜的吗 我回答道 他蹲起汤羹狼吞虎咽 一边还说算你贴心一回 早就给本王预备好的吧 又送补品又上宵夜 本王就是来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才不是呢 我就这一份还给你吃了 殿下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坐在他对对面小声嘟囔着 他举着汤匙做出要为我的动作 惹 本王还你一口 我推着他的手 把汤匙送进他自己嘴里 殿下自己吃吧 看在殿下最近辛苦的份上 我就让你一回 我对他说 他笑了笑 没有多说话 只认真用着宵夜 我一只手煮着脸 望向别墅发呆 听说你和秦夫人闹得不愉快啊 他结束用餐 突然发问 我没有说话 只是叹了口气 然后点点头 他单手扶着桌案 定定的看着我 开口说他母亲在时 你就少去吧 他母亲是个心眼小的 今天给我告了你一状 说你月祖带袍 在太子妃屋里发号施令 运农倒是拦着他母亲了 只是他母亲仿佛受了好大委屈一般 拦都拦不住 我低着头 强行挤出我两滴眼泪 然后故意别过头去 带着哭腔说我知道了 一切以运农的身体为重 他被我这个举动倒是弄得很慌 一时间手足无措 然后又不知好歹的探过头看我 竟然开始幸灾乐祸 原来软月影不是铁打滴啊 我没有哭 我就是困了 困出了眼泪 我像以往那样嘴硬 他小心翼翼的伸出手帮我擦泪 莫名其妙 我流了更多的眼泪 连挤都不用挤了 你别哭啊 我不嘲笑你了 他慌乱中安慰着我 我轻轻推开他的手 看着他的脸 发现他的神色已经无比温柔 我都说了 我没哭 嘴硬到底才是我软月影 我才懒得月祖带袍呢 我巴不得运弄明天就好 我早点教权 我好每天搂着我女儿睡大觉 我小小的爆发了一下 他看我第一下没有躲 于是又试探性的戳了我胳膊两下 本王能不知道你吗 你要是愿意争 本王可开心死了 算你脑子灵光 我小声嘟囔着 你有委屈 你可以来找本王啊 何必藏在心里自己委屈 太子的语气愈发温柔 我对上他的视线 注视着他 说我才不说呢 我不委屈 我软月影能屈能伸 再说了 你最近那么累 我可是个有良心的 我不能再给你找麻烦了 他朗声一笑 似是惊喜所致 你终于正话正说了一次啊 殿下 夜色已经很深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看了看夜色说道 他双手捧着脸 神色里多了几分暧昧 本王累了 走不动了 今天就在这睡了 殿下说的是 是妾身考虑不周了 那殿下去里面睡吧 我在这睡给殿下首页 我说完就要去拿被子 这时他突然从背后抱住我 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胸膛起伏 不行 今天你说的不算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挣脱的想法 为了绵绵 我必须要克服恐惧走出这一步 殿下 妾身是盼你睡不好 我颤抖着声音说 有你本王睡得更好 他在我耳边轻轻说 说完 将我来腰抱起 走向了卧房 我的身体是多么厌恶他 但是为了绵绵 为了让秦韵能遭受同样的实心折磨 我必须这么做 书中说 神有千面 我想人也是如此 我和太子做夫妻的第一夜 他凶狠的如同夜叉附体 这夜他却睡得安稳极了 甚至乖巧的像个孩子 我的内心 一心为二 一个与我说 是酒害了他 一个同我讲 是他害了你 我实在不知道该听谁的 死逼着眼 把自己逼到梦乡里 次日不出我所料 秦韵能一大早就昏过去了 其中原因 我当然心知肚明 他很怕太子的心会被别的女人夺走 而最怕的是被我夺走 因为连他也不能否认 我骄傲自今的性格 自信大方的谈吐 还有我本就出色的容貌 已经在不自觉中将太子深深吸引 秦韵能啊 你聪明绝顶 怎么还奢求一个身居高位的男人 是一个专情的好郎君呢 而我早就明白了 只是在装傻 他经常来看嫦儿 难道只是为了看女儿而来吗 秦韵能的晕倒似乎在提醒我 是时候出手给他一次打击了 果然 我听说太子今日午后 撇下了公务在照顾秦韵能 我不去当面见证一下 这二位的间谍情深 恐怕会留下遗憾吧 但是我连太子妃的院落都没进去 如今是日头最毒的时候 劳烦你们再通传一次 本妃与太子妃交好 她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 一定是你们这些下人擅作主张 起了不公的心思 我对出来回复的宫女一声说道 那宫女神情十分傲慢 懒散的行着李娘娘快些回去吧 如今日头正毒呢 实在不是奴婢们不上心 只是太子殿下吩咐过了 不让人打扰的 可是本妃听说太子妃早上晕倒了 心急如焚 没关系本妃知道 太子殿下很久没陪太子妃娘娘这么长时间了 那本妃就在这等着 殿下出来我再进去 我笑着看向那宫女 那宫女瞧着有些眼熟 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 如娘似乎有所发现娘娘 她是秦夫人身边的彩琳 之前在别处见过 她仗着秦夫人作为作福 太子妃身边的翘楚二人都没这样过 彩琳敷衍的又行了一礼 转头回宫了 如娘语气担忧 轻声询问着娘娘 我们真的要等吗 月头独着呢 而且公主若是午睡醒了 会哭着找你的 我胸有成竹的对她笑着说 我才不愿意等着呢 更何况我也不会让你们陪我一起晒着 她母亲虽说脑壮了些 但是得有心计的 她与我说那些话也不是为了出气 是为了给太子妃立威 她才不敢让我一直等 我若等得晕倒了 岂不是要太子来心疼 她女儿民生意会受损了 如娘惊讶的继续追问了 娘娘 那如果她真不让您进去 你真的会等到晕倒吗 自然是装晕啊 就当睡一觉了 若是真晕 我都怕你晕到我前头 我像是小声说 如娘小声的呕了一声 果然我话音刚落 彩琳就一脸不情愿的出来了 娘娘 太子妃娘娘有情 辛苦了 彩琳姑娘 要不本妃和尚公局招呼一声 把你留在东宫当差吧 我说完便大步的走向太子妃的寝殿 进了寝殿内 我发现这里的药味 比我上次来到这里还要浓烈 太子正哄着太子妃喝汤药 我不仅不慢的行着李切身前来给殿下娘娘请安 太子应声回头 月影来了 快平身 你来得正好 孕农怎么劝都不吃药 你快来帮本王劝劝 我笑着走向太子妃的床边 殿下真是的 孕农喝了那么久的汤药 嘴肯定已经苦得不行了 你也不说给孕农拿些蜜剑和糕点就着喝 太子恍然大悟似的 急忙吩咐了下去 秦孕农出生 这只不必了殿下 妾身不是怕苦 只是妾身的身子每况愈下 盼是喝多少药都没用了 你别瞎说 太医都说了 你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你今早虽说晕倒了 但太医来报说 并无大碍 是心欲所致 是本王疏忽了 实在是最近父皇的身子也不好 本王也实在是分身乏术 太子一脸担忧的说 不等秦韵农有法印 秦夫人倒是窜了出来 是啊 殿下忙 我们娘娘也理解 缠绵病态不能见正妃之责 也是十分自责 说起来 我们娘娘很是感激侧妃娘娘 又帮忙打理东宫 又帮忙照顾太子 侧妃娘娘有功 殿下宁可的好好赏赐一下侧妃娘娘 乔夫人您说的 这都是本非应该做的 至于赏赐啊 我才不要殿下的赏赐 我等着韵农身子好了 亲自来赏赐我呢 太子殿下最近疲劳不堪 我知道韵农自责担心 放心 我会好好替韵农照顾太子的 我大方的回答 太子一脸满意的样子 而秦韵农挤出一丝笑容 伸出手示意我上前 我连忙伸手回应 在握住他手的那一刻 如苍山之雪般的冰凉 他温柔笑着 月影 我开心 你终于打开心结了 我替你开心 也放心多了 若是我真的走了 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别胡说 你不会有事的 有殿下和我在呢 太孙还小呢 不能没有亲娘 你必须撑过来 我不会让你落得和绵绵一样的下场的 以后我把公务上 我让温良帝多担着 我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你 时刻关注你的病情 说着我还流了两滴泪 太子一脸满意的看着他和睦的妻妾 感慨的说本王真是幸运啊 我笑着对太子点头 示意他放心 随即开着玩笑说 殿下 妾身可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和韵农的情分 殿下可不要感觉太良好啊 太子笑笑 韵农 你看他 真像你说的那样 永远不可能把好话好好说 孕农笑了笑 轻嗨几下 有气无力的说 殿下 如今妾身这里没事了 你快些去照顾父皇吧 请夫人附和着 到底是娘娘顾全大局 殿下您去吧 这里有臣妇在呢 我对太子点了点头 殿下 孕农说的对 您是储君 这种情况下 陛下身边不能没有您 太子的神情一下变得疲倦 点了点头 我的位 我抱过长儿 坐到温淑儿身边 多亏有你啊 淑儿 嫦儿平日里见不到我就是哭闹 还是我们姝儿让人安心 姝儿害羞的笑了笑 还不是因为姐姐对我好 派人给我扎秋千 给我送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过去 姝儿也能经常来跟嫦儿玩 嫦儿跟我也愈发亲近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 笑着问姝儿 你最近管家上可有什么困难 姝儿努母嘴 姐姐 不算是困难 就是秦夫人身边的人 总是不知好歹的到处插手 已经有好几个人告到我这里了 姐姐 我们得管管 咱俩又不是夺权 是代掌 再说了这是东宫 储君的后院 哪里轮到太子岳家的仆人过来 狐假虎卫 我们让让就是了 只要没妨碍你就行 若是他敢欺负到你头上 你一定要告诉我 无论到时候 为哪里 对了 最近西域送了一堆贡品 有一些要送进东宫 先不用急着送到太子妃屋里 太子妃身子弱 外来的东西总是不安全的 到时候我让人从里到外 好好检查个三四遍 再送到他那里 我对温叔儿说 温叔儿愣了一下 神情十分疑惑 直直的坐着 十分认真的在思考 过了一会儿凑到我跟前 小生询问姐姐 我能私底下问你一些问题吗 我笑笑 让他们带着公主出去玩仪会 仅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温叔儿小心翼翼的问出他的疑惑姐姐 你是不喜欢太子妃吗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问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关系的姐姐 我懂了 你不用说了 你吩咐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相信姐姐 温叔儿眼神坚定的看着我 叔儿 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管家 其他的你什么都别管 叔儿是无辜的 我不能拉他下水 叔儿非常用力的摇头 不行 你也说了 让叔儿好好锻炼胆子 既是如此 姐姐的事我怎么能躲 姐姐放心 秦夫人欺负你 叔儿自有办法 把秦夫人的狗腿子赶出去 叔儿 谢谢你 你快快乐乐的活着 就是帮我了 我仍旧谢绝了他都好意 姐姐是不信任叔儿吗 叔儿是胆小 可是叔儿不是傻子 姐姐 我能看出来 太子妃母女一直想尽办法的打压你 地位上打压不了 就用名分打压 姐姐反击也是应该的 叔儿一脸真诚的看着我 不是不信任你 是要保护你 我继续摸了摸他的头 他嘟着嘴小声说我就知道 姐姐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他一脸神秘 环顾四周 小心翼翼的说你知道吗 姐姐 太子妃和太子的相遇 可不是什么佛祖安排的 佛祖又不是月老 自己都没有媳妇 还上赶着管别人的医院 我挑着没继续追问 温叔儿一脸得意的说姐姐 叔儿其实知道的可多了 我母亲笃信佛祖经常去城外的决心寺上香 和主持万物大师更是十分相熟 就是太子夫妇并请的寺庙 我问 温叔儿再次用力的点点头 我母亲信的十分虔诚 可是我也去过 那个住持两句话离不开香火前 简直犹如佛门 更是把太子驾临决心寺的消息提前卖了出去 我母亲甚至还买了这个消息 逼着我去 不过那天我起晚了 就没赶上 我似是恍然大悟 看来绵绵家里也是买了这个消息 只是晚了一步 可是我的绵绵除了爱 什么都没有做 她没有不择手段的争宠 也没有因此恨上她的情敌 只是默默相忘 困在自己的情欲里 情欲能连让她活着思念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明白了 虽说不是什么天赐的缘分 可是她有本事 在那么多买消息的名门淑女中脱颖而出 也是一种本事 我心底里突然觉得 我似乎低估了我的对手 说而不住的摇头 才不是呢 主持不敢把这种消息见卖啊 只是卖给了像我娘那样的冤大头相克 左右不过才三四个人 三四家 大家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 像是使了很多银子 我们只能被远远的拦住了 她能只身进殿和太子一同上香 这不心计是什么 我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说而继续说 后来就听说 她和太子一眼定情了 甚至抽到了类似于上天注定这种话的签文 我们太子殿下怎么能不沦陷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太子殿下并不信佛 这样天注定的美人 也许能让太子殿下动心 可是真的能让太子为你母命娶她吗 要知道凭她的家世 并不足以当太子正妻的 温书尔一脸神秘的说 姐姐 我问你 太子殿下的生辰是多少 温书尔突然问我 农历四月初八 怎么了突然问这个 我脱口无书 姐姐 这天是佛祖诞辰了 也对 你不信佛 肯定不了解 我在我娘的熏陶之下 可是熟悲于心 事情突然变得能串联起来 太子殿下虽然不信佛 但是和佛祖同天出生的她 肯定也对难免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心生骄傲 看来住持在千金之下 一定非常努力解着千文 不然太子怎么会违背皇后的心思 冒着得罪朝廷重臣的风险 执意毁了我们的婚约 其实我从来没提过 在那之前 陛下已经和我祖父达成了约定 我离太子妃也只有一道圣旨的距离 她开始绝食的那天 本来该是圣旨和聘礼送到我家的日子 当时我想着 也许是解脱了 不用进那天下最金碧辉煌的牢笼里了 只是皇后和太子妃赌气 执意要纳我侧妃来恶心她 对于我的一生 看起来顺风顺水 安乐无忧 实际上我从来没能为自己决定任何事 我祖父年纪大了 我父亲这辈 能力都不大出色 所以 我承担了光宗耀祖 兴旺家族的任务 我祖母和母亲来东宫看我时 总会不好意思的说出祖父和父亲对我的交代 如今我终于有心完成了 他们会开心吧 这天又是一夜难眠了 我想了好多 想得很杂 他们的爱虽是由算计起 可真的是毫无可取之处吗 他看他的眼神 他对他的笑 他们抱着孩子安静看云的样子 我又真的是完全正义 毫无错处吗 可是那天我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见红绵绵游荡在奈何桥上 泪流满面的望着阳间 我梦见缠儿披着红盖头 我掀开他的盖头 满脸试血 我梦见温叔儿小心搀扶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玉 背对着我前行 我呼唤着他们 那老夫人一回头 竟长着我的脸 我尖叫着惊醒 抱着赶来的荣娘 坐到天亮 第二天我想明白了一切 这里就是痴人的地方 从高高的门美到低矮的台阶上 都长着血盆大口 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 谁能放过我呢 我仔细吩咐着荣娘安排几个人 多捧着纳巴彩林 多让着他们一点的 找几个嘴平的经常去太子妃那里送送东西 我们多尊重他们一些 另外 拿着东宫的令牌去开医院 把太子妃的麦案都拿来 告诉他们 以后太子妃的身体状况 我要时时刻刻关注 荣娘的回复有些犹豫娘娘 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以后 你可能一辈子不会开心了 我摆了白手 本来也不会了 但是还有人值得我守护他们的开心呢 太子如今在贴身照顾昏迷不醒的皇帝 只怕会好几天不回东宫了 我当然要替他照顾秦月农了 就像前世当初照顾胡绵绵一样 这天 我正精心的为秦月农喝药 他突然停下问我月影 你怎么一脸不开心 我把药递给他的侍女 淡淡开口没法开心 陛下恐怕挨不过这个月了 皇后娘娘也晕倒了几回 我去看了 地后感情甚堵 皇后娘娘哭得我心疼 郁农 你知道吗 我真羡慕 若是我病倒了 都不会有人为我那样哭 你或许可以 若殿下失去了你 只怕是要痛不欲生 我突然话风一转 变了神情 秦月农惊得不住咳嗽 秦夫人听了这话冲上前来 抓住我的手 一声怒骂你这贱负竟敢诅咒太子妃 滚出去 我正拖了她的手 一字一句的加重了语气 我不过是表达自己的羡慕 若我表述不对 我大可给太子妃道歉 只是秦夫人 你是告命夫人不假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责骂太子的妃嫔呢 不过倒是不奇怪 小门小虎罢了 怕上了高位也是乞丐穿龙袍 虎假虎威 虚张声势罢了 本妃不与你计较 太子妃面前 你竟敢如此出言不逊 不是基于太子妃之位 又是什么 以下犯上嚣张至极 回头禀告了太子 看太子如何收拾你 他继续辱骂 我忍不住冷笑 秦夫人拿插了戏本 不知道的以为是穆桂英出来教证 看不惯我又怎么样 不也只能如此了吗 你还敢打我不成 是啊 秦大人靠着太子女婿 才给了一个三品贤职 三品的官员 就算是我们阮家的远亲 也能抓出一大把来 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可嚣张的 多关心关心你女儿的身体吧 我转身正欲离开 只倦秦夫人猛的扑了上来 凶狠的给了我一巴掌 我被打得猝不及防 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 屋里的人震惊的不敢说话 容疆死死的挡在我前面 历声喝道你竟敢殴打东宫侧飞 我轻柔的推开挡在我前面的容疆 看着又急又气的秦韵农 我伸出手指 轻轻的摸着我的脸颊 竟摸到了一丝温热 夫人指甲太长了 都伤到人了 我的脸上酝酿着一丝狠意 步步逼近秦夫人 她吓得连忙后退 我把手指上的血迹 轻轻的抹到了秦夫人的眉心 轻轻念着阿弥陀佛 转身潇洒离开 走到门口 我会过头去对秦韵农说 勉勉昨夜在我梦里说她很孤独 托我向你问好 扬长而去 太子不在东宫 而且可能好几天不在东宫 我得抓紧了机会 他们母女被我激怒 反而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家的势力 不足以让那个住持彻底消失 我若知会了太子 他们母女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容娘心疼我脸上的伤 找来了我怀馋儿时照顾我的甲太医 平时也是她照看我的身体 她虽年轻 却也还尽心 甲太医看了看 说是不碍事 抹了腰应该不会留疤 正好我这里还有这么一瓶药 这也是我敢来揍的理由 为了安全起见 甲太医替我把了把脉 我正拿着小镜子仔细观察自己的伤口 容娘急出了哭声娘娘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你的脸都被划伤了 我安慰她说一点小伤 不会油疤的 射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对了 一会儿书儿听说了 肯定会火急火疗的过来 准备点她爱吃的 我怕那孩子心里着急 不等容娘回应我 甲太医惶恐跪下 一副大事不好的样子 容娘着急上前询问怎么了怎么了 你快说我们娘娘怎么了 我也是满腹狐疑 甲太医磕了两个头 回娘娘 您最近没乱吃东西吧 不曾乱吃东西 也很久没吃过药了 怎么了 我回答 微臣提娘娘把脉 觉察出你有射香肉体的症状 似乎有一阵了 如果长此以往 比较难愿啊 甲太医跪在地上说 我陷入一阵沉思 容娘连忙追问那可怎么办 还能调理好了吗 甲太医思索了一阵 抱拳说微臣员拼尽一身 医术帮娘娘调理 那就多谢甲太医了 如今本非西夏 只有明珠公主一个女儿 若想地位稳固 还需有个儿子才行 甲太医 还请你先不要声张 此时若传出 无能有孕的消息 对我以后绝无好处 说完 我示意容娘打赏 送太医出门 甲太医拱拱手 说要回去好好思考 医治方法 我坐在软榻上沉思 到底是什么地方 出了差错呢 我把我的衣食住行 想了一遍 决心今晚关起门来偷偷检查 果然 温舒尔气喘吁吁地进了我的门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姐姐 快让我看看 根本不容我反应 说着把我的脸捧起来 认真的查看 看着看着她眼里就起了泪 她猛地拍了拍桌子 丰富 她怎么敢 我安抚着我面前 这个愤怒的小兔子 舒尔放心 我这有好样 快摸呀 别留吧 她焦急地说 还不得我回复 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又匆匆地出门 走之前小声念叨着他们完了 都没来得及拦得住她 她就飞一般地出了门 她走后 我示意容养把关紧大门 把这屋里从里到外都翻找一遍 让她找几个得力的人 这几天盯着厨房 今夜睡不好的人 可不止我一个啊 次日我也很识相地没去找太子妃 而是转身准备了太子换洗的衣物 准备亲自送去 其实太子肯定不缺 而我只是需要一个去找她的理由 到了前证店里 她坐在侧店里那间小小的书桌前 对着堆成小山一般的作折发愁 看我来了 她神色大喜 急忙拉我坐到她怀里 我故意把有伤的那面脸别了过去 在她怀里显得十分不自然 她似乎是发现了 强行把我的脸转过来 谁干的 是不是秦夫人 我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流着泪 她疲惫的神色中多了一丝心疼 我回看她的眼的时候 发现她的眼神中已布满了血丝 我在我心里给自己打气 告诉自己不要被阴影影响 然后用手轻轻摸了摸太子的脸 殿下最近一定累坏了吧 太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语气更加心疼你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我再次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鼓起勇气紧紧地拥抱着太子 我的下巴抵在她的肩上 她的手拥着我的背 实际上则是面无表情地说到为了殿下 且深受多少委屈都愿意 太子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在说话 直到我感觉她的身体在不断轻颤 我欲起身查看被她制止抱得更紧 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自己哭去吧 过了一会她突然崩溃的说月影 我要疯了我快疯了 父皇快不行了运能也缠绵病态 我母后在父皇病床前一步步离 一刻都不肯休息 已经累得晕倒了两回了 月影我太害怕了 我自出生就什么都有 可是突然间我发现我要失去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还没准备好当一个皇帝爱月影 我轻轻地俯着她的背 柔身安慰殿下已经做得很好了 失月也无能 不能替太子殿下分担 她起身注视着我 温柔抚摸着我的伤口 开口说听说最近运能好些了 那就让秦夫人回家吧 我急忙摇头 不行的殿下 让秦夫人回去之后 运能可怎么办啊 殿下放心 我不去招惹他们了 我把手里的全交出来 让姝儿管着 我到东宫里来陪着你 秦夫人打你的时候 运能就没有制止吗 她突然发问 我故意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事发突然 她身子都弱成那样了 又怎么制止 她仍是继续心疼地看着我的脸 对不起殿下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秦夫人总是对我出言不逊 我若真贪恋太子妃之位 大可在她嫁给你的时候 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到皇宫去 殿下 你本该娶的是我啊 我突然崩溃着说 那你刚开始不愿意理我 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不都是那夜的原因对吗 本该是正气的人 却变成了妾室 如今还被正气的母亲侮辱 对不起 只是 那天我们在决心寺求签 她素衣虔诚 很是动人 我当时只是想着 我要纳她进东宫 后来住持为我们解签文 发现我们的签文是对应的 住持说 佛说人又转世轮回 我与孕农就是前世的夫妻 还说佛祖慈悲 愿意让我们今生再次相遇 解为夫妻 我低着头 不愿再说话 从她的身上起来 走到一旁帮她整理起杂乱的桌子 她又继续说 我本来没有下定决心娶她的 父皇早就把你定为我的太子妃了 父皇身子弱 是为了我咬着牙活到现在的 她担心她若去了 我那些书版了会有不成之心 所以想替我找一个有利的岳家 可是运农说她不想为人妾室 拒绝了我 那天我想了一夜 发现我从来没自己替自己做过决定 都是父皇和母后在替我做决定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做一回主 我继续整理 头也不抬的说都过去了 别提了 我们先忙好眼前事吧 东宫那边你不必担忧了 殿下就好好待在陛下身边 一定不能让人挑出错处 朝政上殿下也不必过分担忧 我听说太子太父和我祖父都在帮着您呢 这种事和我管家应该是一样的 不是事事都亲力亲为才能获得称赞 您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好好的守在父母身边 她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随即又像是下定决心的一样 说秦夫人那里 一会我会去派人训斥 我知道 你与人无关系肯定也不负从前了 她心思重 看在她生病的份上 你就多担待一些吧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我会好好劝劝她 到那个时候 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抬起头 眸光闪烁有你在 我安心多了 我一回之微笑 碍于身份 我不能留在陛下身边陪着太子 所以便要告辞 突然传来皇后的口语 今夜让我陪着太子一起试集 太子思索了一阵 点了点头 我明着干了太子妃的活 这下太医又又聚集在太子妃的院子里了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 太子心里肯定也是在一起运农的 不会让秦夫人走的 我要做的只是来卖惨 这样日后把话说开 当面对质的时候 秦夫人对我所有的控诉 都像是污蔑了 我特意让荣扬派人 把我今日随太子市集的消息传回东宫 着重交代了 要多高调就有多高调 我陪着太子市集 看着皇后一步步离的守着昏迷不醒的皇帝 心中泛起一丝心疼 就是这个女人使我家人为妾赠予我注定不幸福的一生 可是在我看着她的背影时 突然就泪蒙双眼 她守着病弱的夫君 还要帮着不成熟的儿子 哪一步不是为所爱之人做好了盘算 她真的喜欢我吗 或许是吧 也或许是不喜欢太子妃而已 可是她是当正式的 只想架空太子妃 却从没有想废掉她的心思 也许有一天 我也会成为皇后这样的女人 第二天一早 我便返回了东宫 温叔儿早早的在我的院子门口等我 她见到我 一脸鲜喜 欢喜的把我拉我进屋 进了屋子里 她一脸得意的说姐姐 秦夫人今天肯定就会滚出我们东宫了 我问她原因 姐姐前几天让我别急着给太子妃送贡品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直到彩玲昨天以止气使的过来质问 我一下就明白了 太子妃身边的人都很沉得住气 她一看就是被秦夫人派来作威作福 太子妃可真惨 有个这样的母亲 她回答 那彩玲可是大闹东宫了 我挑了挑眉 她嘿嘿一笑 本来没闹 因为是背着太子妃偷偷过来的 后来我让下人别对她客气 态度傲慢一点 甚至主动出山 大声质问她算个什么东西 我还说了一句秦夫人算什么东西 姐姐 这是我第一次骂人 好刺激啊 然后彩玲的脾气就上来了 我就让我身边身体最好的宫女 一直去她面前挑衅她 她果然是个压不住脾气的 三下两下就打起来了 不过她打不过我的宫女 我上前拉架 还被她不小心抓破了手 我急忙把她的手抓过来查看 尝尝了一道血痕 看着就疼 那一下就夺况而出 我轻轻的打她 都告诉你了 叫你不要管 你为什么不听 被抓的这么严重 怎么这么傻 她笑着没有说话 一直做鬼脸逗我开心 我急忙吩咐人 去给她拿我屋里最好的药 她嘿嘿的乐 可是结果很好啊 秦夫人肯定不把我放在人里 于是转头就把消息递到孙上公那里去了 孙上公应该今天就会禀报皇后 秦夫人就快滚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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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笑得十分开心 我却开心不起来 我再一次让我身边的人为我涉嫌 她走到我身边 轻轻的抱了我一下 然后又坐到我旁边 钻到我怀里 她小声念叨 原来勇敢的感觉这么好 温叔儿在我房里落了午膳 果然午膳过后 孙上公带着皇后一只 风风火火的杀进了东宫 秦夫人以扰乱东宫之责 被勒令回府 彩玲被长嘴三十 命秦夫自行严厉处置 秦玲农彻底孤立无缘了 眼看着线下磨洞宫里 她除了一个病泱泱的柚子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不是时候 让她自己难受去吧 是时候解决我心里的疑惑了 晚上后 我让容娘请来了贾太医 她请完过后 立马拿出了一包药 还想拿出银针替我施针 我出言制止 贾太医怎么这么着急啊 是着急医治呢 还是着急害人 她的神情一下就慌张了起来 却依旧嘴硬着说 娘娘何出此言 沉忠心可见 贾太医 本妃不想与你废话了 你应该年纪也不大吧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我以审判的目光注视着她 她依旧嘴硬大喊冤枉 贾太医啊 你真是无愧你的姓氏 亏之前本宫还那么信任你 这样吧 本妃把这张方子给人别的太医看看 问问他们 这到底是治不孕的方子 还是害人不孕的方子 她开始疯狂磕头 指控娘娘饶命 还不宽说 容娘大声赤问 是太子妃身边的处儿姑娘过来找我的 我有个表妹 她是我的未婚妻 在宫里当差 她说陛下命不久已了 很快太子就要登基了 到那个时候就是太子妃 就是皇后 你死一个宫女很容易 我为了表妹只能这么做啊 娘娘饶命 她不住的磕头 太子妃啊 看来是钱力气穷了 这几天里 我让人把院子里翻了个底朝天 什么问题都没有 饮食上就更不用都说了 厨娘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端菜的人我任暗中观察了两天 什么问题都没有 她请允农以为我真的想生儿子 跟她儿子争皇位 独我为了后卫会把这事瞒下来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 我若不顺着说 也抓不住贾太医 我对惶恐跪地的贾太医说 我若禀报太子 谁也保不住你的命 但是我要是心软替你瞒着 又觉得很亏 贾太医 要不你自己想想如何能自救吧 她颤抖着声音回答娘娘 陈子之罪孽深重 但是陈知道一个太子妃的一个秘密 太子妃的体质偏寒 不易受孕 其实慢慢调理是有希望的 只是太子妃娘娘急于怀孕 于是找太医院的千金圣手 莫太医求了一张方子 那方子用了很猛 会对母体造成很大损伤 很容易难产 但是太子妃旨意如此 莫太医也没办法 莫太医是微臣的老师 因此微臣才知晓此事 他为了这个位子 当真付出了毕生的心思 你又如何断定这个消息 对本非有用呢 我挑着没追问 贾太医又重重的磕了两个头 语气中多了几分惶恐 太子妃产后思虑过多 元气大伤 这病可能永远不会好了 他最近的蔓延微臣瞧过 已经到了邮进灯窟之时 全瓶餐汤吊着命 你回去吧 不必声张 日后我会把你的表妹放出宫 如果还想要命 就带着你表妹滚出京城生活 贾太医疯狂磕头 不住道谢 紧忙离开了我这里 看来 秦玉农应该是没什么日子了 为了他的儿子 才铤而走险 是时候了 我推开窗子 一边赏月 一边自言自语 也是时候 让我这个月亮照耀四方了 容娘走过来 给我披了一件衣服 娘娘 太子妃那个院子里 已经有我们的人在了 把屋外的人支走 应该没问题 秦夫人离开了 乔儿明天应该去帮忙照看太孙 楚儿一直在为太子妃亲自减药 到时候太子妃身边 就剩一个小蝶了 小蝶虽是她的陪嫁 但是我知道她亲爹欠了一屁股赌债 所以才被卖了当努婢的 努婢告诉她 娘娘您到时候会帮她爹还债 替她要回身器 让她回家 她立马就同意了 所以娘娘 放手去做吧 又是一个难免夜 第二天一早 果然就收到了乔儿 去照顾太孙的消息 太孙最近的身子也不大好 我估算出楚儿 去给太子妃煎药的时间 只带着容娘 进了太子妃的院子 小蝶 正在她身边照顾着 小蝶 你出去吧 我对小蝶说 小蝶犹豫了半刻 还是走出了门 秦玉农眼里满是疑惑和愤恨 她挣扎着起身 一脸冷漠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神情 阮侧妃又光明正大的篡位了吗 我会质疑冷漠 妾身哪里敢 妾身是来照顾娘娘的 她想是猜晓出了我的来意 只静静的躺着 没有继续和我说话 旁人都说 我们这位太子妃貌美姐娇弱 但这一刻 我从她虚弱而颤抖的身体里 发现了坚强的踪迹 她紧握着双拳 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怒火 试图避免受到刺激而早亡的悲剧 娘娘受了很多误解呢 大家都说你是夺令人恋爱的娇花 经不得什么风雨的 可我觉得 这实在侮辱了您 您分明是坚韧有劫的竹啊 但太可惜了 里面是空的 照着竹节一刀砍下去 也就不存在什么层里 薅离同雨露 终随松百岛冰霜 我故意用不尽的言语 试探着她的情绪 她却并没有立即反击 虚弱中嘴角擒着冷笑 如一株破碎的毒草 你以为我像胡绵绵那个蠢东西一样不堪一击吗 别做梦了 只要我回一天 你就永远是个妾 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苍白透底的她说这句话时 眼力仍运着无穷的斗志 像一座倾斜的高塔 秦玉农 你没有资格提绵绵 你需知道一抱还一抱这个道理 你机关算计 坐上这个本部属于你的位置 把自己的身子糟蹋个彻底 把自己的孩子算计成了罐子 最后连你最在乎的地位都没了 只怕下场会比她更惨 我捏着拳头说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从我们身后情义的假象中 真正走了出来 以前我们之间的种种不快 我都以为是她母亲叫缩 如今她认在病中 却依然能够一言戳中我的痛处 我才明白 她母亲的莽撞愚蠢并非情急所致 而是真正的眼界太低 心计不足 从始至终聪明能读算计的 都是我们这位太子妃 她又很轻蔑地笑了一声 说到最不坦荡的就是你了 阮月影 你到底是在为胡缅缅抱不平 还是为了你的尊严来寻仇 你心里有数 你接触殿下的每一瞬 都害怕极了吧 我听她说这话 捏紧了拳头 那种不堪的感觉再似袭来 欲喝难甜的人看谁都是贪心小人 你在我面前自卑极了吧 所以就用最大的恶意揣测我 把我幻想成一个虚伪可笑的女人 这样你才能停止你的惶恐 才敢在太子妃的位置上稍稍抬一点头 你但凡敢撞着敢正是我一次 都会清楚你的算计是多么多余 我尽力压制住心中的不理智 可心里仍是被她的话撞出了一个缺口 一瞬间 我什么都分不清了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一定要放下心里高悬的道德感 这功力 没人能无缺 她继续说弱肉强食 我更适合当这个太子妃 若我身体还康健 你怕是一辈子都搬不倒我 她脸上流露出一种非常得意的笑 配上她如雪一般白儿记的脸 一种凄美地诡异感扑面而来 你明明知晓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能守住心里的安分 非要争无用之争 害无辜之人 抬不起头就不要坐在这个位子上 得到了又惶恐 握住了害怕溜走 没人要来抢 是你自己把这一切都推走的 你的爱 你的尊位 甚至是你的性命 我回过神说道 秦玉农在听到爱那个字的时候 身体很不自然的颤了一下 随即又很快速的恢复正常 我知道 那是她的软肋 我并不急着害死她 有些话我不问清楚 永远也不会想明白 为什么不肯放过胡绵绵 她对你的地位毫无威胁 她只是深爱着太子 所以爱屋即屋 善待着和她有关的一切 你为什么偏偏要害了她的命 她听到了我的问题 冰冷的眼神里还一更深 你已经说出了原因 她爱得比我还傻 快越过我去了 我是她的妻 只有我能这么爱她 她冷笑了一声 这样的理由 我似乎能够理解 又可能一辈子也想不通 荒谬 可笑 恶毒 我握着拳呵斥 而后又继续说 为了你虚伪而可笑的爱 为了一个幼稚的一辈子 无法顶天立地的男人 为了你利用最慈悲的佛片来的姻缘 你的这些缘由 难道能大过一条人命吗 她几乎是立刻挣扎着坐起来 喘着气说 住嘴 你根本不了解她 她是全年最明朗的一天 是干涸之地里唯一的清泉 满宫里只有你不知好歹 我不由地冷笑一声 她把她夸得那样好 不惜用上最美好的词汇 是她好 还是你的梦好 她对我们的温柔与垂怜 在她看来 都是不义的慈悲 她给了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 可不是所有人都稀罕 你们俩才是最搭的 一个虚伪 一个虚荣 我真希望你们白头偕老 你胡说 你是个强盗 已经赚得盆波满体 却还是要装作一副不爱财的样子 她在说这句话时 已经没有了气势 拱着身子 像一只瘦弱的猫 艰难的亮出利爪 你真的配不上她为你而变的心 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心 一点点描绘出你的模样 可你呢偏偏要糟蹋她的心意 她说道理已经流出了眼泪 像一朵伤心的窗花 我知道她在哭什么 哭一个男人的变心 哭一个女人的真心 可在我眼里 她为爱说的宠话 都是恶毒的咒骂 她为她的心上人 不停地说着好话 勾勒出一个与我眼里截然不同的太子 努力辨认之间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新婚夜期在我身上的那只凶兽 到底是谁在糟蹋谁 让你说出花来 她在我心里都糟糕极了 秦韵龙 你和我都是女人 都在凭着一丝脆弱的尊严苦苦求生 你为什么要谋划这场侮辱女子的滔天大罪 你不是对此引以为傲吗 那好 我来告诉你那也我是什么感受 我坐到她的身边 把她虚弱的身体扶正 双手捏着她的肩 让她的脸正堆着我 我来赞美你的功绩了 你要一字一句地听好 我凑到她的耳边 继续说那晚的夜色当真浓重极了 一个夜叉画着神仙的皮 试图偷一颗心吃 她把我带到天上去 然后撒开了手 让我重重摔死 她带我游到江河里 把我溺死 她眼里的浴火把我活活烧死 她冷漠的眼神是最锋利的剑 把我的脸都滑滑 你们洞房的那晚 你一定在洁白的喜帕上 留下了证明你真洁的红吧 我也有呢 我比你还要真洁 我留了好多那场面 简直像一个新娘死在了洞房花竹里 她的魂来到了你的身边 你要不要看看她 我已经能发觉她身体的颤抖 便松开了她 她浮在枕头上 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你再偷偷庆祝吗 干嘛这么吝啬 快说出来与我同乐 我继续说着 别担心 我不会记恨你太久 等你死了 我就在你的排位后可以排小字 上面就写一句话 仅以真情纪念 胡氏 秦氏 阮氏的在天之灵 我们都死了 一个也没剩 不知道为什么 她突然连声的冷笑 凄厉而绵长 你真可笑 她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说 你竟然试图用道德敢杀死我 阮月影 我一直高看了你的手段 让你失望了 在我把胡绵绵整我死的当天晚上 我就把良心挖出来给她陪葬了 她笑得一声比一声痛苦 若我身体没有胯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你什么都没做 但又什么都做了 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 我没有着急反击 而是抬着头 以一种极高贵的姿态注视着她 我抑制住心里的伤心 强行忍着泪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智慧 灵冷的神灵 两个人都太执着 就无法解开仇恨了 看在你快死了的份上 我就大度一点 以后有什么开心事 我都去你的排位前跟你讲讲 你最关心的 她的真情 我也跟你细说 她现在睡在我旁边的时候 连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勾起我的厌恶 你是我们的媒人 是你让她更珍惜我了 我知道她最在乎什么 她果然听了之后 眼睛里立刻下扑 速速地下起了血 紧过了一会就堆起了千万年的爱恨 凭什么 她只挺挺的躺着 不肯抬头看人 你选择把欲望和真情交织在一起 这便是原因 我们几个人共同构成了一开始 就注定不会圆满的缘分 没人能独善其身 说到这里 我越来越平静了 我甚至平静得如同游历人士 恍惚间 我甚至以为 我是个看故事的人 仿佛这一生已在书本上 被白纸黑字的铭记好 我本能得起同情故事里的所有的人 她的神情也愈发的复杂 我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 突然间咳嗽得十分厉害 她抓住我的衣袖 痛苦的几乎是祈求着说 我 要见她 求你 我下意识地俯着她的背 她的贴身是女小蝶 端着又哭着冲了进来 跪着请求我让太子妃服药 我们都看出来了 晴雨能要走了 永远的走 喝药吧 我是一小蝶给她喂药 那要是她一直痛苦地维持生命的秘诀 我知道如今在喝也是于事无补 但是我到最后 也没忍心剥夺她继续活下去的念头 她把那碗要推开 渐渐地 她也停止了咳嗽 不喝了 太苦了 太苦了 她轻轻地说着 我走到她的床前 替她掩了掩背脚 睡吧 我陪着你 仿佛我们从来没有撕破过脸 她正住 而后又像是恍然大物一般 从嘴里轻轻吐出一个字 好 是的 太子不会来了 陛下随时可能撒手人寰 她这时候不会回来照顾她一向不被父母所洗的妻 她不敢赌 东宫的大臣们也不会让她赌 我没有点破 她也没有问 身为曾经的挚友 我们拥有着最后的默契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明明为自己和绵绵报了仇啊 真让人讽刺 我并没有觉得痛快 我即将坐上高位 却没有一丝喜悦 我的心里被千百种情绪团团包围 他们死死地攀附在我的心口 一刻也不肯放松 我看着她一点点的没了呼吸 看着她的眼睛渐渐合上 看到了她眼角流出的最后一滴泪 我又不争气的开始回想过去 我们三个人曾经相处的时光 从我的脑海深处强行爬出 那个时候 真好啊 我们谈天说地 聊美食 说公平礼的密室 我们忘却了共事亦夫的事实 每个人简单而真诚 只是三个年轻而美好的女子 胡缅缅去了 秦运龙走了 我的年少时光也宣告结束 只剩下一个深宫的妇人的高处不胜寒 她这一生 仿佛从来没有得偿所愿过 她走后的第二个时辰 皇帝驾崩了 正如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差一步 差一点 也不算圆满 死的人带着遗憾去了 活着的人也将无法幸免 圆满两个字 在这深而冰冷的后宫里 永远只能是空想 仿佛是天书上所书 先人亲口所书的人生真谛 众生愚钝 永远参不透 我突然觉得 送到宫墙内院里的女人 就像是被送进兽笼的野兽 只有斗得头破血流 拼得你死我活 才能生存 才能获得主人的青睐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被所爱 所欲 所求 牢牢的牵制住 自以为能登高望远 实际上永生永世 被困在一口金子造的井里 抬头望见的只有巴掌大的天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 能走出这样狭窄的天地 可能只有死 每个人都愿意为了自己爱的人 心甘情愿的背上洗不清的罪孽 我的命运在被有心人打搅之后 终于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轨迹 我即将登上凤尾 成为新朝第一位皇后 兜兜转转 我像是历经了两种人事 先皇先与秦运农一天下葬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缺席了秦运农的葬礼 我结束了一天的操劳之后 被新皇传唤到皇帝的居所金龙殿 许多天不见 他并没有成为至尊的义气风发 反而苍老了许多 参见陛下 如今终究了换了称呼 他颓废的坐在那里 没有抬头 轻声唤我过去 我一过去 他就紧紧抱住了我 他坐着 我站着 他像个无助的孩童一样 紧紧抱着我 月影 我没有父皇了 孕农 也走了 就连母后 太医说他悲伤忧思过度 可能过不去这个冬天 月影 我只有你了 他带着哭腔 全然不像个异国之君 我没有说话 只是温柔的抚着他的背 月影 我不是不想回去看运农 我是根本不敢 自他走后 我夜夜梦见他在我梦里哭 我根本不敢面对他 我甚至连面对他排位的勇气都没有 我一想到我让我心爱的女人 遗憾的离开人世 我就觉得难受 他的语气悲伤极了 我在心里不住的冷笑 开口却只能说没关系 运农是你的妻子 他不会怪你的 他苦笑了几声 继续说我最难受的地方 在于我突然怀疑我自己对他的心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他缠绵病态 甚至比父皇病得还重 是你一直在帮我两头照顾 照顾母后 照顾运农 我甚至有了一丝悔意 我不知道我当初的坚持到底对不对 我尽力压制住把他推开的心思 都过去了 别想了 我没有办法理解他这种感受 也不些去理解他从头到尾的自私 后来我甚至不肯多说一句话 只任他紧紧的抱着 他说以后会好好待我 好好待孩子们 一定不能再亏待了我们 可惜我根本不在乎 他还是一次东宫都没有回 我早趁着搬进宫里之前 把秦运农留下的一切都清回了秦府 秦府的名声已经受损了 潮州上下都嘲笑秦府 根本没有潘龙富凤的本事 秦大人为了家族长远的利益考虑 把想给女儿求公道的秦夫人死死的关在家里 但是我并不觉得庆幸 搬到宫里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可以说是小噩耗 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沈昭迅小产了 甚至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孩子了 我仔细问了他身边的宫女 他说是昨天在花园散步的时候 脚底一滑 一向胎向很稳的他 没想到摔了一跤就流产了 我最近忙着准备丰厚大点的事 就交给温叔二调查 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什么都没查出来 也许都是天意吧 我却看了一眼痛失爱子的沈昭迅 平日里娇艳动人的他 一夜之间憔悴不堪 神情慕然 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看头 几天后终于清醒了 却永远的疯了 我也突然之间原谅了他运气对我的那几次不尊重 他有一次拿我的名字开刀 说我天生就是济世的命 这正是如月 而我只是月亮的影子 我自然很生气 但是那个时候我正忙着怎么去其运弄 根本没空管这个 哪怕生出一个哪吒 都撼动不了我地位的女人 就只罚了他一个月的奋力 倒是温叔而弃的不行 说我罚得太轻 我一向不拘于别人的质疑 所以根本不在乎 我到底是皎洁的明月 还是缥缈的月之影 只有我自己能决定 别人的话 什么都不算 以后就没人能质疑了 太子顾名正式登基了 尊生母将皇后为太后 追封他的正妻秦氏为元真皇后 梁帝胡缅缅为淳义贵妃 敌长子顾知义也被正式册立为太子 温叔而被封为节鱼 为了安抚丧子的沈昭迅 也把他和温叔而一样封作节鱼 至于我呢 按理说应该在第二年才被封为皇后的我 在他登基大典的当天 就被册为正宫皇后 封后大典更是与登基大典同天进行 朝中上下无疑不惊叹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能让他不顾却是原配的脸面 更是忽略了礼法 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的家事 他们偷偷的谈论 到最后连我自己都想不通答案 这之后的人生无人不艳羡 可只有我活得惶恐 一天比一天惶恐 秦韵能的儿子 如今在我的膝下抚养 我成为了他名义上的母亲 这孩子病泱泱的 一点不像茬儿那么开朗健康 可他长得真像秦韵能啊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像 我每看他一眼 秦韵能绝望而死的那张脸 就在我的面前浮现 秦韵能的死 我难辞其咎 甚至是我故意而为 他稍好一点 我就会想尽断法 让他看到我的得意 让他惶恐 他稍加严重一点 我就立刻收敛 有时还会故意犯错 甚至还让他的心上人来看看他 给他活下去的希望 到后来 他干脆不在乎了 就那么安静的病着 因为他当然熟悉这种手段 他就是这么害死了红绵绵 他尽力克制 不让自己不红绵绵厚尘 可欲望带来的反噬 终究无法避免 我分不清这到底是正义之举 还是我犯下的罪 到了后来我甚至分不清 我究竟是为了红绵绵 还是为了我自己 所以我在看到 酷似他母亲的小太子 固执一时 我根本无法面对 这么一个柔弱而痴嫩的孩子 我是他的杀母凶手啊 可是他将来却要把我换做母亲 我一直没有亲近这个孩子的勇气 后来有一天 这孩子突然闹了起来 谁都哄不好 如如只好把我叫去 谁知这孩子见了我 竟张开了小手 执意要我抱 我的心瞬间就软了 小心翼翼的抱起他 就像像我哄我亲生的茬儿一样 他瞬间就安静了 小手紧紧的缓在我的颈部 在那一刻 他就变成我亲生的孩子了 那之后 我守着我的一儿一女 日子从来都没这么平静祥和过 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儿女双全 彭路忠实 夫妻和睦 而我的丈夫呢 他对我真好 公理女人还少的 他就天天塑在我这里 什么都紧着我 大使小情也都来询问我的意见 万人都说地后情深 是设计之福 但只有我知道 所谓的和美 不过是我主动撒的谎 我本来想得到皇后之位就立马恢复以前的冷脸 只守着孩子彭路过日子就好 可是偏偏不能如愿 甚至不敢如愿 我生怕他突然发现我的利用 就会去追查我好不容易忘掉的过去 说来可笑 我并不是怕什么惩罚 我只是连面对都不敢面对 一个以正直为荣的人 在看到了自己的道德的白纸上 有一个擦不去的默痕 便只能惶恐 自责 甚至不再光明 只想隐藏 我也是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让那个病弱的小太子平安长大 更是怕我亲生的女儿 有着我梦见的可不未来 所以 我只能演着嫌弃良母的戏 有几次我几乎都快忘了我在演戏 仿佛我真的深爱那个 早就被我恨上了的男人 幸好 幸好 温叔二看出了我的挣扎 一直宽慰着我 告诉我他会一直陪着我 他现在仍然帮我承担公募 是我在这个宫里最放心的存在 突然之间 他也开始顶天立地了 他甚至还信起了佛 说是要帮我祈福 他请求佛祖 一定要给我美满的一生 但是那个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新婚之夜 我还是没忍心告诉他 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 除了始作勇者秦运农 施暴者我的夫君 还有我这个受害者 都无人知晓 没什么可说的 也说不出口 太后的身体在先帝去世之后 一下子也突然间虚弱至极 其实我心里是很恨他的 是一种懦弱到不敢宣泄的恨 他是我此生见过的最高贵的女子 只需端坐着 便让人以为坐在了凤凰群里 我没有多献殷勤 只是每天去看看 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客套话 这天我照例去请安 发觉他的精神比前几天好了很多 他疲惫的脸上有着不合时宜的微笑 温暖的声音 仿佛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令人看了不禁疑惑 他平退了众人 只留下了我 还不等我疑惑 他便说 皇后 你是个很好的皇后 我早说了 这样尊贵的地位 只有我们这种出身世家的女儿才担得起 可惜名儿不听 但终究是我说对了 我没有说话 只低着头沉思 然后他继续说 今早我起来 感觉不错 想跟人多聊到几句 我想了想 满宫里只有你是个好人选 我抬起头看着他 只能恭敬地说一句 儿臣愿闻奇祥 他轻轻地笑了一声 说道 你换自称倒是换得很自然 可我不行 因为身份 我不能再自称本宫了 但你要我称哀家 我也做不到 命运说 我的丈夫死了 我却不能让他死 名儿的女人里 你是最不在乎他的 我从始至终就知道 钱氏和胡氏都比你爱得更深更多 但是钱氏爱得不纯 胡氏又爱得太痴 你虽对他冷着心 但却是最心软的那一个 我看到你被你心里的道德感深深地裹挟着 他竟突然换了神色说 放下吧 别在意了 这宫里就是如此 太多早亡的人 名儿虽然比不上他的父皇 但是也是个很好的孩子 回头看看他吧 你十五岁就当了太子妃 祖母曾同我说过 先帝若是没有您 只怕会死在二十出头的年纪 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 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进了宫 了解了您 我才明白 您是事无巨细 事事尽心 所以您的丈夫得以幸福地夺活了二十年 但您的儿子呢 您太过细心 他好像永远都长不大了 我抬起头 望着这位传奇的皇后 不过 我会尊敬我的君 我的夫 这点您不必担心 但我只能做到如此 我说这话时 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 我也不知道 我在怕什么 良久 他才回应了我 是一声轻轻的叹息 他说 很高傲 很绝交 很可怜 他挥了挥手 我便推出了他的宫殿 我出去时 一个宫女正把汤药端进去 那时他正坐在窗边 透过窗户 我看到他把药倒在了地上 满宫殿的人都惶恐地下跪 后来 在我成为皇后第二年里 我担下了我的第二个孩子 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 我母亲说长得很像我 可是这个孩子 三天之后就夭折了 走的时候静悄悄的 仿佛他从来没有到过时间 我发了疯一样的哭 哭到我的孩子吓得和我一起哭 哭到我的夫君抱着我一起哭 哭到温叔儿在佛前跪着哭 我查了个底朝天 甚至还用行审问 可是结果并非人为 皆是天意 我在心里认定了这是我的报应 却只能无声地在心里悲凉地质问苍天 为什么要拿我孩子的命惩罚我 我不记得我哭了几天 也不记得我昏过去几次 最让我感到难受的是 我并不是完全地作为一个母亲在哭 更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 在懦弱地哭 只知道后来我都吐了血 皇帝吓得不轻 那天昏迷雨 我听到他在我床边 小声地恳求你不能再离开我了 母后的身体也要不行了 我不想成为孤家寡人 只是我一直没有清醒 后来我又在迷迷糊糊之间 听见温叔儿摆弄佛珠的声音 他恳求慈悲的佛祖 不要用这种方式惩罚他 他愿意用他的命来换我的命 当时我十分疑惑 想着一定要问问他 只是醒来之后 忘了这件事 因为我听说小太子病了 又看到缠儿惊恐的小脸 这让我意识到 我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我必须站起来 我白天穿着皇后的华服 坐在灰红的宫殿里 是一个威严的女主人 只有到了晚上 我才能素一当一个一狮子而悲伤的母亲 这夜我卸下了所有的拆环 为师粉带 我让长明的宫殿吸掉所有的灯 把所有的窗都打开 只凭月光来照明 我独自坐在大殿的空地上 望着凤里出的神 那尔尊贵 坐在上面的人都是不会哭的人 我远没有我想的那样坚强 好像永远都看不开 如果你非要追问原因 我只能告诉你是因为得失 得是从未奢求过的德 是是无法重回的诗 正思索间 我只听见宫殿的大门 被缓缓推开的声音 我阴声望去 只看到一个被月光拉得很长的影子 我看得不仔细 只觉得那影子 该是为一个高大的人所有 转过身去 发觉是我那位不得不相守的丈夫 月影 地上凉 你身体还没恢复好 快起来 她走到我身边 很轻柔地将我扶起我面前的人 是我的夫 我的君 是我百年之后仍要相伴的人 但我们不幸的新婚夜 为我的一生情 浓上了无法消除的阴云 世上生不出 能将她吹走的长风 她要把沉默的我扶到那凤座上去 我下意识地轻轻挣脱 我不去 那儿凉 她很轻地叹了一声 极尽温柔地安慰着我 月影 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总会好的 我应声看向她 发觉最朦胧的月色 正映着她的面容 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看她 原来她长了一双寒情的眼 唇角轻轻一勾 一网春水就从她的眼里泄出 她的眉是清远的天色里隐隐浮现的山卵 令人盼着盼 她的身形高大 但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金黄的龙袍并不称她 她只应该穿着与我一样素白的长衫 迎着风带我鱼里行走 我真想爱上她 几年之后 我终于理解了红绵绵 那短暂又情深的一生 可我不能啊 她是踩碎了我尊严的人 每一个她塑在我身旁的夜里 每一个我想安心做妻子的时刻 我心里都会出现一个声音 幽远自天外而来 是最轻蔑的嘲弄 女人吗 妥协是天性 于是 那天我把心里刚蒙出的爱意生生地压了回去 我转身告辞 理由是受不住柔和月夜里浮过身旁的清风 我没有回头去看她是什么样的反应 也不会去想了 她若真是有心的 便不该再饮酒 她是个光说不做的懦夫 是粉饰太平的傻瓜 那我呢 我当朋友守不住朋友 做母亲留不住孩子 为妻又不够真心 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尽力做好我心目中 与男子一样有自尊的女人了 渐渐的 在温叔儿的照顾下 我终于恢复了健康 可是两个月后 太后就走了 临死之前 她特地把我叫过去 那天 她并没有网睿的亲密 只是平静的对我说 你知道我不是真心喜欢你 你也不是真心尊敬我 你选择只当一位皇后 我祝福你 她真懂我啊 短短几句话 把我看得清清楚楚 她喜欢我是为了打压她不喜欢的儿媳 我装作尊敬她 是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她这一生一直围着她的夫君和儿子转 把皇后的身份当成了全部的一样生活 她对这个位置有着极大的尊崇 她没有让用一个高贵的妃嫔打压我 不是因为喜欢我 而是为了她坚持了一生的皇后宝座 后来啊 时光过得特别快 快到我分不清年月 宫里终究还是来了一群花朵一样的女孩子 这一年我22岁 是我嫁给皇帝的第六年 我在这一年生下了我们的第三个孩子 是一个健康的男孩 皇帝非常开心 给她取名为顾解义 在我的小儿子出生之前 宫里早就添了一个皇子和一个公主 二皇子是她最久宠幸了一个宫女生的 那宫女被封为王财女 本来没有资格亲自抚养孩子的她被我破格允准 因为我知道 她被宠幸的那一夜肯定也不好过 二公主是新进宫的像美人生的 只是温叔儿一直没有身孕 她前几年还是比较受宠的 后来安宠逐渐少了 我见她毫不在乎反而更加开心的能有时间帮我带孩子 就也没多管了 我曾问过她 为什么不谋划着要一个孩子呢 她装作不在意的啃了几块糕点 说道 我不配有孩子 说完 一下子便红了眼眶 为什么这么说 叔儿不配谁配得上啊 我好奇发问 她见我担忧 立马笑着说 因为我太幼稚了 我现在还和长儿他们抢求肩完呢 怎么能当好一个母亲呢 再说了 我还没变得和姐姐一样坚强呢 我心中生意 但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数次强行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去 我叹了叹气 也只能这么相信了 说道孩子 我每天被这个三个孩子闹得不行 嫦儿被皇帝宠得无法无天 总是把她带在身边 偶尔还闯一些小货 有一次她指使她的宠物犬毛毛 去追一个年轻的大臣 那个臣子被毛毛烦了不行 又看到笑得合不拢嘴的公主 也不敢对毛毛做什么 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打了她几个手把 她疼得直哭 但是还不服 说自己没错 我不想把孩子灌成一个没有礼貌的孩子 也不能让她成为一个仗着身份 欺压别人的人 就更加生气的又打了几个 她哭我也哭 她却依旧不肯认错 后来还是文逊赶来的温舒尔 把她死死护在身后 温舒尔与我解释我才知道 那个臣子是新科的壮严方安 今年不过16岁 也算是一代传奇 她前几天给皇帝上书要改革税收 争论间言辞激烈了一些 惹得皇帝不快 这孩子是要给她父皇报仇 哎 她才6岁就这么记仇 以后可怎么办啊 毕竟还是犯了错 我罚她一个月不能出门玩 她虽然不是很开心 但在看到我给她新做的不玩了以后 就马上忘了自己刚才被打逼事实 他们姐弟三人感情很好的 几乎天天在一起 知意过得开心 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孩子总是长得特别快 我的日子也就过得特别快 又过了三年 这三年里我没有再生孩子 后宫里又多了几个孩子 原因却特别简单 我和皇帝的关系 已经开始生疏 我倒是不在乎 甚至感觉有点解脱 只是我比较好奇 我们之间没有争吵 连最新的宠妃都没有出现 就这么毫无预兆的生疏了 她不再夜夜有素 开始在后宫里处处留情 也不再逗我开心 除了孩子和一些宫廷事务 我们什么都不谈 我感到十分轻松 连原因都不愿追问 但是她喝酒的次数突然增多了 甚至还有了吃丹药的习惯 她真荒唐 才二十多岁 就求起了长生 我心里觉得不妥 但是却没有出言制止 后来我好像明白了是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 我正与她商量着 给我们四岁的儿子小姐 一找老师的事 我给她推荐了胡绵绵的四哥 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绵绵之前经常提起 这样也能再安抚胡家一次 自那之后 胡家就没有送女子进宫的意思了 她点了点头 突然说你真的很适合当一个皇后 我一下就明白了 她的皇后 二字一下点醒了我 这么多年 我都在以皇后的身份干了什么呢 我把她的后宫管理得很好 把三个孩子也管得很好 也出于身份的关心着她 在我祖父去世之后 我家里没有特别出色的臣子 只有一个树地还算不错 我在家族的摆脱下 把这个树地扶持起来 皇帝还是比较信任我 有时候也允许我按理参与朝政 因为我们的皇帝 显然不会成为一个有多大作为的君主 他朝政上以前一直依赖他的老师和我的祖父 后宫里一直依赖着我 他仿佛永远也长不大 这一生都在依赖别人 惶恐却毫无办法 就在这几年里 在他眼里曾经我身上吸引他的一切特质 那个骄傲的仿佛他一辈子也征服不了的姑娘 突然变成了天底下所有好女人的样子 他从小就见惯了的样子 他觉得无趣 失望 觉得我和他的母亲 他的发妻 都没有什么两样 最难过的是 这宫里人人手里谨慎 他终究找不到第二个像我一样女人 说真的 我多少是有些故意的 我发现我越是顺从他 他反而就觉得无趣 可是更多的是 这就是一个女人无法避免的变化 是一个被困在宫里的女人 无法挣脱的一生 我也想一直是那个带着满院奴仆翻墙爬树 招貌斗狗的女孩子 可是终究不能了 不是吗 我要处理事务 我要教育孩子 我要思念故人 我要扶持家族 我要关心夫君 关心那个我无数次想害他 却因为孩子于心不忍的夫君 我甚至累的忘了 他才是我最大难过的来源 他郁闷 我又何尝开心过 日子就这么熬着吧 一辈子很快的 终于又熬了几年 熬到嫦儿吉吉 他的父皇舍不得他嫁人 但是奈何这孩子心里有人 就是那个被他放狗追的方安 方安要比嫦儿整整大十岁 丧过妻 还留下两了两个儿子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他 可是这门婚事在我们看来属实是荒唐 我和皇帝怎么也拦不住 摔东西 闹绝食 于是我们就只能从源头出下手 我们找方安 让他跟公主自己说不能娶他 谁能想到方安扑腾下跪 求我们把公主嫁给他 皇帝愤怒的说着要杀了他的话 方安没有多解释一句 只说 如果不娶公主 他愿意终生不娶 也不纳别的女人 只守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我想了想 叹了口气 我们这堆早就同床一梦的夫妻对视一眼 就远了这么婚事 嫦儿怎么能这么不矜持 我们说来年春天办婚事 他非要赶着在年底就完婚 青天见一顿推算 最后定的那天 大雪纷飞 也真是个没良心的 出嫁的时候连哭都没哭 我和温书儿在背后哭得直不起身 他都没发现 他的太子弟弟顾知义很依赖他的 说什么都要骑着马送姐姐过门 还在马上抱着右弟顾姐义 知义这孩子 除了外貌 其他哪一点都不像他的母亲 也不像他的父皇 反倒是有点像我的那个早时的大哥哥 温柔如雅 又聪明伶俐 他的身体这几年好些了 我就不太管着他了 可这却成了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 我该拦住他的 他一回来就感染了风寒 再后来引起沉眠的看病 几个月之后就过世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天还是不肯原谅我 我明明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他生病的时候 我一刻都没离开过他的床边 一向不信神佛的我 和温书儿一起去礼佛 我跪在佛像前认真的祈求 我求求老天拿我的命来换这个孩子的命 你说天会原谅人的罪吗 我问舒尔 舒尔点了点头 会的 只要足够虔诚 不再作恶 就一定会 他回答的斩钉截铁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坚定 他对我神秘笑了笑 说自己就是知道 可惜佛祖没能把我心爱的儿子留住 他还是走了 走的那天一直拉着我的手叫娘亲 还不忘安慰自责的哭成泪人的姐姐 他还用尽力气把皇帝的手和我的手放在一起 恳求我们和好 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动作 是摸了摸右帝的头 最后一句话是解义以后当太子 可不能比哥哥差啊 原来人的心事可以突然间沉到深海里的 他闭上双眼的那一刻 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绵绵 太后 和他的生母和眼那天 我亲眼见证了太多死亡 痛苦和就是重体的羞耻 让我再一次吐出了一口鲜血 紧接着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我太累了 我这一生都在得到 也都在失去 我真想就这么一直睡下去 永远也不醒来 真可惜啊 我又醒过来了 又是文舒尔的念珠声把我唤醒的 他见我醒来 十分激动 如是重负一般的痛哭 我突然想起上次晕倒时 他那句莫名其妙的话 就问他 他趴在我的床边一直哭 边哭边说姐姐 沈洛宁的孩子是我害死的 因为他不尊重你 他甚至当着我的面骂你 我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就是觉得我好欺负 哪怕管家也是绣花包袱不中用 所以才敢面前骂你 可是他做梦 文舒尔早就不是胆小鬼了 我不允许有人诋毁你 我是宠于陛下 是因为他发现了我偷喝碧子汤 陛下问我为什么 我不敢说出原因 只能由着他误会 他哭得更大声 继续说 我是个杀了别人孩子的凶手 是逼疯了一个母亲的罪人 我就是为了争议时的高下 利用自己的职权做下作的事 我怎么配有孩子 我不配做一个幸福的母亲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震惊的嗨了两声 他神情着急 对我说 姐姐 你别怪我 我求求你别怪我 我知道我有罪 所以我持宅念佛 上一次你生病 我以为是佛祖在惩罚我 可是后来你好了 我都以为佛祖原谅我了 可是你又病了 我真的害怕 我害怕又是佛祖不可原谅我 我叹了口气 我自己有什么资格怪他呢 他的罪因我而犯 我握了握他的手 告诉他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我也不例外 我们一起赎罪 姝儿不怕 我醒过来了 佛原谅你了 那天之后 温姝儿似乎是想开了什么 等之一的丧亲一过 他几乎很快的赴了宠 有了身孕 皇帝与我都很高兴 生了他做淑妃 姝儿也很小心的养着胎 他总是挺着运渡虔诚的在佛像前参拜 小声念叨着 希望我的孩子 我的姐姐 我的家人都平安 这次病好之后 我和皇帝也明知和好了 他明显怕我再也醒不过来 我想起死去的之意 就给了他一个台阶 可是在我的心里 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我只是一个妻子 他孩子的母亲 已经好久没有人换我的名字了 连他也没有 无可奈何 都是我的选择 温叔儿的胎像一直都很稳 但在怀胎的第七个月份里 在御花园里散心时 碰到了从宫里强行跑出来的 已经封了好几年的沈杰鱼 沈杰鱼看着他的肚子 一下就冲了过来 咒骂着 这是我的孩子 你还给我 你这个贱人 他的心魔从灰溅里重生 将轮回的剑抵在了他的喉咙 温叔儿受惊早产 可是孩子怎么也胜不下来 他无助地握着我的手 惊恐地喊着 姐姐救我的孩子 别管我 我偷偷给产婆下了宝大人的命令 可是神佛进不到满是血污的产房来 孩子一出声 只哭了一下就再也没能哭出第二声 温叔儿刚开始并没有大事 只是很虚弱 在产婆颤抖着把那个他娇小而终身安静的女儿 递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痛心得尖叫了一声 那声音凄厉的能把人心撕碎 这分明是我的念 这是他此生说出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他受了很大的刺激 下半身的血如汪洋一般 止不住地流 我甚至想搬来王屋与太行 劈他止住这场血腥的洪水 他都没来得及告别 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滔天的全力留不住一条人命 如山的道德感 挽不回一个为我而作恶的善良人 我终究是一尊弥肃的菩萨 每一个捧着我过江的人 都随我一同溺死在命运的江河里 我第三次吐了血 他已诊治出了再也不会好的病 我让他替我埋下 只用汤药吊着命 就像当初的勤运农一样 罢了 人世的灭语源 有劫就有还 我有时候会在寂静的夜里很认真的思考 我这一生到底是幸运 还是不幸 时间又过了几年 这一年我的小儿子早就成了太子 已经十六岁了 他把他哥哥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是一个很好的太子 他的臣子也十分得力 臣父多年 我的娘家阮家又成了京中最显赫的家族 我那个树弟成了心云阮相 但是我也知道 他为姐一选妃的时候 再也不会考虑我们家的女儿了 我真开心 没有人再会像我一样在这里煎熬了 但是皇帝却执意定秦运农的侄女为太子妃 我也没有多言 我看了看那孩子 很是得体 长得也不像秦家人 如今我的儿子不需要什么强大的岳家了 为了避免外妻 只能娶一个家世一般的女子 秦运农的母亲早就去世了 他父亲当初的隐忍 也终究是得到了回报 我从姐一成婚的第二天 就不再喝药了 这十几年里 我这皇后当得很好 我给了她一个满宫粉袋 但祥和安静的后宫 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茬儿有了归宿 姐一很稳重 将来也会成为一位比他父亲要强大的帝王 我停要的当晚 便觉得身体的魂灵 在被人一点一点抽出 我不住的颤抖 不停的咳嗽 在我渴出血后 反而一下子觉得舒服很多 我的丈夫从别处匆匆赶来 连衣服都没穿好 她带着尚未消去的春色 紧紧的抱着我 真可惜 我业务极了 却连挣脱的力气都没有 我要走了 不想再跟你演了 我冷漠的看着我这个 也不再年轻的丈夫 她的脸色苍白 早就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 她饮了太多酒 服了太多严寿的金丹 但命却变得越来越脆弱 可是即便是这样 她的夜夜从未和我一样空过 许是将死之人的预感 我有种预感 我们很快就会再奈何重见 月影 求你 求你别走 她不顾我的冷漠 用虚弱的身躯把我抱得更紧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只会说这句话 绵绵 孕农 你的父母 你谁都没有留下 凭什么我是个意外呢 我把嘴角的血都擦在了她的肩上 我现在应该是泥流之际 尚有力气与你在纠缠 你除了这句没用的话还能说什么 还不如让我们的孩子从宫外来看看我 我平静的说 她起身 还是当初年少时那样的痛哭流涕 你是朕的心 朕中情的人 是朕不好 求你 求你别走 我用我剩的不多的力气 冷笑了一声 说 忠情 你敢问问你自己的心吗 你有像你父皇那样 一辈子只有你母后一个女人吗 你有像红绵绵那样 痴痴的守着默默伤心吗 你有像秦韵农那样 辛苦筹划守护爱情吗 她被我的质问惊讶到 松开我 不住的嗨了起来 你这一生 有慈爱的双亲 贤惠的妻子 孝顺的儿女 忠诚的孩子 你把别人的爱利用到了极致 换来你尊贵无余的一生 你从没爱过任何人 别再跟我演了 我一股气说完这些话 似是完成使命一般 迅速虚弱倒在床上 只一瞬 我脑海里闪过这宫里 每一个早是死在床榻之上的人 我没能守护好他们 最终也成为了他们 在头晕目眩中 我只听见一声极委屈的 恳切询问你这一声 当真对朕只有恨 没有一丝爱意吗 我尽力摇了摇头 咬着眼儿说 很多年前 月夜 只那一瞬 她听了之后 很哀怨的低声哭泣 那哭声似乎应该属于我 属于宫墙之内 每一个伤心的魂灵 使作俑者 却在此处发泄着她一生的委屈 我承认她的酗酒与服用丹药 与我有一定的关系 是我的冷漠 虚假 致使她荒唐解愁 可是说到底 不过是她太脆弱不堪罢了 可是我真的爱你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圆我 我们明明可以有幸福的一生 我未必醉不到的 她红着眼问我 哪怕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我还是用尽全力抬起头 我用双手死死的握住她的衣服 稳定住我不住颤抖的身体 因为你不是女人 你一天女人都没当过 那种屈辱 我真想叫你尝尝 这是我这一生所说的最后一句骄傲的话 我已经快撑不住了 好像等不到我的孩子来了 皇帝端着侍女送来的药 恳求我喝下 我没有急着拒绝 只怕在她耳边轻轻说 别救我了 当初东宫的那几个人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点击屏幕上方 查看更多我的精彩小说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